我们的报备集团现在开始 我们先听张玉燕 谢志忠 还有我们蔡雅琳三位议员共同咨询 共用15分钟 请开始 主席 大家好 今天咨询是由我和谢志忠议员 还有蔡雅琳议员 接下来的时间 我在这里要问我们社会局的局长 葛长 林市长推出一个托育一条龙 大家都说很赞 也很好 但是我要问的是这是要如何领 还是什么样的人可以领 还有排富 我有去问过很多人 除了社会教的身材人员 可能很清楚福利要如何去申请 谁可以领三千块 谁可以领二千块 持户和中央加起来到底可以领多少钱 本事举一个例子 假设现在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六个月的孩子 还有一个三个月的孩子 这样要如何领寻保障 葛长 先说六个月的孩子上去脱育中心和协力保姆 要如何保障 葛长 给我说明一下 非常感谢 现在议员对这个问题的关心 主席 不好意思 那位议员报告 那位最主要有几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说你到底是税率 税率是一个指标 20%以下 这是第一个指标 第二个就是说你父母 你父母是双就业还是单方面就业 这是第二个指标 第三个就是议员刚才所说的 你到底是到底是几岁 那根据这三个指标来说 所以0到2的这个部分 中央有保障三千 然后如果说你在0到2的话 那你有送托到 我们有人情 我们小学局 还有教育有人情的托婴中心 保姆跟幼儿园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领到中央三千 加我们社会局三千 所以这样6千 那你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那我们托婴中心那边 我们就计算是万三户啦 所以你家长这边 这边只要达7千户 这样就可以 就可以来 申请我们北部的负担 是 我这样跟你说好了 我直接说这个答案给你听啦 所以说两岁以下的孩子 综合所得里在20%那里送去托婴中心 中央保障三千嘛 支付保障三千 每个月就6千的托婴费用嘛 那如果送去 技术证的保姆 就是中央保障三千 支付保障三千 那你托婴是6千 那如果送去相关科系的保姆 就是中央保障二千 市政府是三千嘛 那你是不是托婴五千 那如果送去一百 就是说你会上的一百一百二十六个小时的 保姆结业证书就是中央保障二千 支付保障二千嘛 那你 说的告诉你是不是很简单 是 局长我们很认真 我知道 但是这个 这个大家都听到不少 我只是要跟局长说 这么好 这么赞的 我们是不是要加强的宣导 不要让他们看得到 接不得到 是啦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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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委员 这个宣传的部份 我们在加強 但是 北厘局也来议员 報告 我们现在是怎么会 那些学习 说实在说 也是中央那边的政策 很学习啦 中央因为他在限定 限定 例如双方同时就业 或是未就业 这些总控 另外一个 我说的税率 的部份 对 我们因为地方不能够违中央 是是 所以就是说加强宣导 我们很多人都会知道 因为很多人想要了解 这一堆啦 但是你如果说明的不清楚 不了解 他就不知道要怎么生气嘛 所以这很多人都不知道啦 所以就是说 局長 我们就是说加强宣导 吃得好 以后大家都吃得到 看得到 看得到 吃得到 看得到 局長再来你问一下 三月 上去脱婴中心 是補助多少 如果只要三月 他就是 他用脱婴中心 我叫我做一次问了 如果上去幼儿园 是補助多少 好 这 什么是林市长加码推出的啦 好 向議員補助 我一个简单口诀啦 叫做托育一条龙 所以是0到6 对 打通双轨道 就是刚才我们评价保姆跟五岁免学费的部分 所以 第一个问题回答议员就是说 你如果三月以上 至五月 这个中间 你上去幼儿园 因为我们现在 五岁免学费 那个部分一年是三万块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标准 是三万块 另外一部分 議員刚才 所关心的 这个部分 到底 林家庭市長 他的这个部分 他所加 加码的 加码的部分就是说 托育 就是我们现在 中央价人到二嘛 还有 五岁免学费 所以我们中间 二三四 三个年龄层 我们全部都保起来 所以叫做一条龙 这就是 我们 市政府 和 所增加的部分 这其他的关系都没有 都没有就对了 没关系我又简单跟你说 就是说 三个孩子 如果留在脱婴中心 大家可以保住三千块 对 三千 你来拖婴中心 这个轨道 三千 阿哪上去幼儿园 特工历 免费 私利 每一年就保住三万嘛 正確 阿市府是将 教育部补助的 五岁政策往下延伸嘛 正确 两岁一上的比照半年 也是两岁 正确 就是说 两岁的小孩 特幼儿园的幼幼班 输入的就是 每一年 都保住三万块 正確 阿小班跟中班 也很快 正确 对啊 这就是 你们 市長这么好的政策 教授 给我们好好推广 对啊 那种 医院报告 我们现在 那个Q&A 因为我们民政委员会 都非常关心 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Q&A 全面来 来奉送 包括我们美容美妇 妈妈在那里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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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份 你的家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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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幼儿园大班 教育部本来就 保住输入三万块 是 也可以重复 可以重复 领取市政府的 补助 变成六万吗 可以 欸 不行 你只能折一啦 对啦 就是两个 两个只能折一啦 啊 如果两个 他要 保姆出 不上去幼儿园 也没有保住 可以保住到几个月 每个月三千块 一直到几个月 欸 大家认为这个部份 可以保住到六个月 啊 如果家庭育儿津贴 中央 补助 二千五到两个月 啊 我们市長 就对这个弱势的部分来补助 每个月是 对多少 加到多少 这个部份 我们是为三千 至五千 啊 低收呢 低收 低收 我们这个部份 我们也是同样 就是二千 六到五千 那样嘛 本来中低收 我们本来中低收 我们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不是 对于说那个低收 中低收 那个吼 除了五千以外 家属 他再带他的孩子 再来送托的话 这样我们再另外保住三千 再另外保住三千 就是特征弱势的补助嘛 是是是 余力乘三千 重重来就是说 希望这些妈妈 都尽量 有得出来吃饕饕啦 好 好 这样 葛长 非弱势的家庭 自己照顾 是怎样保住 拿到保住 其实自己娶孩子 现在很辛苦 也很大的 我们自己鼓励 台北市 现在有五岁以后 都可以自己娶 当年马上都可以拿到三万 可预和今天 本市主张啦 台中市也应该要如此 才能照顾想持续工作 专心 带小孩的爸妈啦 脱育一条龙 就是找回 失落的一角 和全职的爸妈 也能在脱育一条龙中 找到幸福 找到幸福啦 葛长你认为呢 这点哦 我和这个议员 来一个探讨啦 其实在说 我们这个北部 有得很辛苦 不离过 我们现在 小学生 也要研究 一个妈妈 如果家书公 脱离家庭 超过一年半的话 她 要重回职场 会非常困难 这个部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向议员报告 台中 我们台湾现在 葛长这是你说 但是因为 就业的问题 这样就要叫劳光局局长起来说 因为就业不是 你要找就找有啊 没啦 对吧 没啦 葛长 这样说好了 没有副市长 我是感觉 我们市政府这边 可以研究 讨论一下 好不好 我们做一个方案 或是配套 那副市长你回答一下 当然 可以 把 整个月到整个月 包括说妈妈 如何 担担想想是好的道理 好 我们再来找时间 对啦 你就研究一下 配套说实 这样啦 下来的时间 我请我们的蔡雅玲议员 我想要请教 我们在座的各位 刚刚我们的局长 也讲得很清楚 那大家觉得 听得有清楚吗 能够听清楚的人 请举手 好不好 我是忘记的哦 黑白家序 我真的会跟你点名 看你到底是听我 听得清楚的 知道 我们的托育 一条龙政策 经由我们的社会局长 这么详细的解说 也很多时间 都可以解释 听有的人 请举手 你们连社会局的 都不敢举手 是怎么回事 副市长你也不举手 我看你可能也听不着 副市长 等一下 你先请多 局长 托育一条龙的利益是良好 但是如果说到没啥 就变成托育一条虫 所以 所以 你请多 局长 你先请多 我觉得 说 市长在上任之后 他要把 二 三 四 这个区块 这个阶段 补足 这个利益是良好的 因为在过去 欧市长的时代 我也经常跟你说 每次 补助都是 零到二 岁 过来的 五岁 小孩生出来 中间那个阶段怎么办 这个其实身为妈妈 这个都是我们经历过的阶段 我们也不了解说 为什么 我们政府 每天都要鼓励 叫人 假生 假生 问题是我们的托育政策 为什么都会有中间的中断 我们也不了解 那这一次 终于在新市长上任之后 有 二 三 四 岁 补足 这个我们肯定 局长 我们肯定 这样二 三 四 岁 补足 就是 零到六 岁 真正的托育一条龙 但是局长 我要给你 提醒 刚才张艺苑 议员 尽管心 这个议题 有给你问的时候 你有提到 所谓的 劳动力人口 我想 社会局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应该详细的来说明 所谓的托育一条龙 真正的好处在哪里 所谓的劳动力 或者是就业人口 妇女就会等等之类 那是劳工丘的事情 局长 我也要给你提醒 就是说 我觉得身为一个父母 身为一个家长 我要知道的就是说 我们的政府 到底在我们生小孩之后 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需要平易近人的言语 需要听得懂的缩帖 你刚才说到很多 也很清楚 我相信 社会局 我姑且相信大家 大致都知道 但是你看这边 有啦 那些 民典那些 有人给你握手 我相信 虽然你说这么多 其实他们没说 我觉得还不够平易近人 我认为你们的缩帖 跟推广 你们还需要再加油 不然真的会像我讲的 利益良好的托育一条龙 说不清楚 真的会变成托育一条虫 我觉得你们缩帖方面 真的要再加强 那接下来请谢志忠议员继续发言 谢谢 其实我听到现在 包括这段时间 包括 张议员议员 跟蔡昀议员 其实大家都是支持的 其实这个非常好的政策 你刚才也说 零到六岁打通 双轨道 我想第一件事情 还是要讲清楚 大家都愿意支持这样子的社会福利 但是大家真的是希望你们讲清楚 说明白 到现在我看没啥啥的 还是占绝对多数 那在我们里面 说到现在没啥啥 你要说两百几万人 知道清清楚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说真的是 好的政策 真的要讲清楚 说明白 不让大家没啥啥 那我想 张议员 他今天其实他的主张就是说 除了第一个部分 你要把这个政策 讲清楚 说明白之外 他进一步提出来 所谓的非弱势家庭 希望也能够如实来补助 让全职爸妈也能够 也能够在脱于一条路里面找到幸福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你刚才没有讲清楚 我现在再让你说清楚 那为什么劳动力的部分 好 非常感谢 议员的关心 其实实在说 我也是 我也是很赞成这个政策 不理高 我来向议员报告 台北市这条钱要花33亿 我来向议员报告 特费 特费 你要说清楚 如果是预算问题 有排挤的问题 有总预算的问题 大家 可以讨论 社会福利越做越好 但是总有总预算 total的问题 还是你刚才讲的 所谓的劳动力的问题 你要说清楚 因为我刚才听到的 你讲的是劳动力的问题 那你现在跟我讲 是总total 是数字的问题吗 到底是哪一个问题 才是你 我用议员报告 两个重点 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台北这样33亿 投赏22亿 我们这条 我们只要花11.3亿 第一点 第二点 我还有你的主张 小福利不是给他福利而已 小福利也是劳动政策 所以我所研究的随点 他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部分 推动得很好 不是给他发钱而已 最主要就是说 你要用托育补助的方向 剩下20秒 我还是要提醒你 到底是总数字的问题 还是什么的问题 如果30几个人开 如果20几个人开 那我们应该也要认真来科务 如果你提到劳动力的问题 那我再简单问你 你这个政策在定案之前 有跟劳动局长讨论过吗 有吗 我说没有 没有 那你跟我讲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赖一黄 来议员 来发言 大会主席 还有各位局处首长 我一位同仁 大家有安 这个 法制局局长 法制局 看你 这两天都给他们订这个 挑选的事情 只有本身 针对这个问题 没找你 因为我 你们没有征询我 我也没有被推荐 我也不需要推荐人 我这个 无党无派的 所以很多事情很奇怪 好事 怎么不敢 很奇怪 这个 人事处 处长 本身要请稿 本身有看到很多 有一些 某一些 议员 觉得你是 好像是前朝的余孽 当时你在胡志强的身边 是不可一世的红人 你都坐后边 你觉得呢 在目前来讲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会不会 来 处长请回答 跟法制局局长 本身刚才说的一样 很多东西 条件的东西是好事 怎么会复杂 派系重要吗 党派重要吗 对吧 人事处长我相信 还有你是中央一条边 对不对 还有你这一条边 新朝来的时候 很多人事方面 还是要征询你的意见嘛 对不对 你知道不然去进行 安定的动作嘛 那不是这样 对不对 可是你被 被想成前朝余孽 本身也感到 带你感到要的 对吧 跟法制局局长 同样 很多事情 最终的裁定权 还是在法院那一边嘛 对不对 当然地方士绅 他可以提出 一些意见啦 建议 但是我们本身 我在台湾在后面 我看了很多 很多民众给我沉寻耶 说明明 这个条件的东西 就明明了 我公平就好了嘛 我又要变不公平 算一碗公平 太离谱了 对不对 说很多东西很奇怪耶 感谢 所以我们把很多事情 我们就是对事不对人 就没有事的 对人不对事 也没有事 就是把人跟事 搞不清楚 就有产生很多的事情 所以还好啦 我这个超越党派 不动不派 推动社会善良 方更单纯 都没有做到没有困扰 所以法制局局长 本身不账到这个问题 给你 给你问啦 只是 就这个议题当中 我们要能够去跳脱啦 每一个人都在写历史 我们都要去把这个历史写下来当中 让别人来去怀念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明镇局局长 本身在你到底的时候 你有讲一句口头禅 我把你记住了 看了没有 看这个疑问 看这个中心 叫做 目中有人 对不对 心中有爱 口出善言 欸 很棒的一句话 我每次在讲课 我都会提这句话来谈 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现在很多人是目中无人 就刚本席所提到的 那条街想想想 想想真的 逼得很多的民众 被压迫的民众 想不开 他们出事就很艰苦 就在那种地方这怎么办 大家施政你 更需要秉持这种理念 你的付出本席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有记得 然后一月之秋啦 从一个月之就可以知道 秋天的到来 很多事情 一事之不治 何以天下国家为 今天的事情 小事情做得好 大事情绝对拦不倒你 当你小事情办不好的时候 绝对有很多问题 所以你的付出本席 真的是很肯定 但是我们坦白讲 有很多可以在创新的地方 很多因为毕竟 你是最重要的一环 整个市政府里面的团队 你是最大的 那最大当中 本席针对这方面 你有里面特别提到一个 孔庙方面的问题 本身希望 就出事 到最后中了 甚至进他 都在你的掌控当中 对吧 其中一个环节 希望你能够去注意 叫年轻人 成年里 很多现代社会 你觉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上星期 本身去生命理所 我去看到啥 看到某一个艺人的往生 既然SNG车 十几台在那 本身看到在窍息 我觉得我内心里面很痛 你知道吗 痛在哪里 痛在我们的整个社会 怎么变成这种现象 一个自杀者 在佛教的英国理论里面来讲 是非常不可取 但是我们媒体 既然能够把现场SNG的报导 是要告诉我们的社会什么 告诉我们的社会 当我们的孩子 遇到挫折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跟这个艺人一样 想不开去自杀吗 这非常错误的观念 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面 变成当道 变成当道 这生活我们在推动 社会善良法 我们觉得不可取 可是我们目前来讲 我们独目撑天 我们只能尽量 去讲 去做 现在年轻人 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现代的年轻人 我们因为整个道德的脱节 道德脱节 所以今天很多年轻人 他说我大了 他大了 他真的有办法去承担吗 所以本席建立在民政的业务里面 本席希望说 针对年轻人 他成年在古时候 他针对成年理 成年的一个年轻 他给一个成年理的理解 一个仪式 让他知道如果去担当 你现在已经是长大了 你该具备了一个真正成人的一个什么 一个风范 一个担当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像什么草莓族 什么都不足 希望 局长针对这个区块 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看法 针对你的民政业务 你有沒有比较创新的看法 能够来改变 比如 本市在地方服务里面也听到 很多民众跟我讲 讲说 这个林佳龙市长跟前朝 最大差别 他们说在这边掃盟 他们就看出来了 他们说他在掃盟的时候 找整包 找都没人 因为去到都都同样 梦草比啥更高 结果这次啊 你们做得不错 本席肯定很多人就跟我讲 又有机会的时候 民意代表 不要在技术 等着一定要美 好的要告诉你们 你们继续去做 大家取得笑话 让大家能够让很多的民众 他有感 他觉得这种东西 我这一辈子 我没有机会去接触到的 但是这个东西 是我每年必须接触到 我看到跟以前的不一样 这很好 本席要肯定 也希望我们能够的 不断的去做一些创新改变 对整体的社会有帮助 这才是好的 针对这方面 民政局长你有什么看法 简单说明 时间不够 主席 感谢我们 那一言的这个揪教 其实我 当民政局长 我 国内认为要先从水行开始 越水行做得好 大行才做得好 没错 因为譬如说 我说 最简单的 平衡的 缺分采 大家都觉得没什么 但是我现在缺到 沾里面的人 几乎 全部吃粉 因为那好像不可以吃粉的地方 当然 在那里 金子人说完全都不要吃粉 其实是有困难 因为 在那里有的感受 再来说 烧金针 对这个也不错 因为目前来讲 节能减碳 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 再来说 插一张就好了 当然 我不敢说完全都没有 就是说 三张 再一张 很多东西 宣导 还是可以接受 你以前说 这个集中 焚烧之前 这在以前来说 是不可能 但是经过 不断的宣导当中 大家有慢慢用观念 甚至能够再减少 在减少当中 因为目前 坦白说 那时间的温期很好 几乎 几乎就下雨了 对吧 这台湾多久不下雨 这下雨当中 很难得说 下雨被大家 这个补海欢腾 大家欢迎 从这个网路上面看到 所有人都讲说 台中终于下雨 所以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我们在做决策的当中 对我们来讲 真的就有非常大的帮助 针对本席 刚跟你提到 这个年轻人的成年理 如何 因为你在这个 业务报告里面 你特别提到 你结合孔庙 本来为什么 孔庙都 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 孔子 他半部伦理 可以治天下 所以当然有很多 政策的问题 政党的问题 他觉得他该要怎样 去中国化 对不对 去我们传统 优良的道德化 造成我们现在社会的年轻人 又很多的 他不知道何谓道德 以前我们的年代 我们有公民课 我们更有道德课 道德胜过公民 现在是公民 强过道德 所以现在看到社会很乱 那社会论当中 我们如何让年轻人 就本席刚跟你提到 如何让年轻人有所担当 所以当我们透过我们固有的传统思想当中 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去学习 效法了解 民政业务 你可以把这个区块好好去发展出来 记得在之前啊 之前我们地方的这个民间社团 曾经办这个成年礼的家冠仪式 本席亲自到场去看 本席也特别邀请当时的民政局 前朝的民政局去看 看了又非常感动 在场的所有的年轻人跟家长 没有人抱着互相在那边 觉得非常的感动 喜极而泣了 在家长的角度 他觉得他孩子长大了 他觉得孩子长大可以独当一面了 在孩子的角度 他觉得原来父母这么辛苦 把我抚养长大 网络所带给他们的没有这方面 学校教育带给他们的没有这方面 我们外面都没有这方面 在我们政府方面 我觉得你可以尽一份心 针对这方面你有什么看法 我这边的话 我们五月十六号 就在孔庙办一个成年礼 我觉得这孩子长大了 很重要 可以在这边把管缘 可以做一个改变 我感觉 而且要广为推 不要做少数的 因为这是好的事情 广为推 而且本下你报告 经费不用非常多 所以有这方面的消耗更看法 因为时间不够 实际上有空再跟你 我们再来研究跟探讨 好 谢谢 社会局局长 现在这个社会 死去不是败 是非常败 更难听的更要求败 这里败的当中 我们如何真正让净品的人 人说真正的贫穷 他还生活还不错 因为我们政府的福利措施 他有针对低收 中低收 有适当的予以补助 但是接近贫穷的人 怎么办 这些病人户 在我们目前的整个社会里面 是多数 他没有办法 那针对这个病人户 在你社会局的业务执掌当中 你有没有说想法跟看法 能够做得跟别人不一样 而且能够如同大家所说的 不只百日有感 而且马上有感 可以让他们有所了解 我们政府的用心在那边 很多的福利预算 都会被不断的压缩 如果集一集的保障给人 他们不会说 对政府来讲 对民众来讲 有很多可以上下其手的 他没有机会的 所以都透过做建设 透过办活动来消化预算 本市不认同这一种的预算编列 应该多编列预算 宽列在社会单位 社会局 这个副市長 你根据本社的想法再看法不 唯有你让社会的 社会局整个预算能够去宽列 你才能够在那些竞品的 你要说 今天为什么很多社会问题 我就没有饭吃 饥寒起到心 当你没有饭吃的时候 他不得不 他不得不 那我们如何针对这方面 社会局律是什么看法 非常感谢議員 不好意思 我 简单报告 我们现在第一搜中第一搜 陣南台中的总领口2.86 第一点 第二点 那个 这个正品的部分 向議員报告 两个数据出来 一个是正品的 是3.8 另外一个是5% 这两个部分 那个 来向議員报告 我们的作法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我基本的理念就是说 其实不是只有第一搜中第一搜 还有我们这些竞品的 我希望设计 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2.8是第一搜 跟中第一搜的总人口数 对吧 正确 那你刚讲的5%是那些竞品 正确 5%在我们台中是270万人口当中 那所占人数有多少 是 不得了 是 那一个可以把一个条件扁掉 嗯 要记得 楚汉相争啊 把揭竿起意 拿到一个条件扁掉了 何况那么多 所以真的一定要在 多编列预算来帮助他们 我们可以 毕竟政府预算有限了 是 民间的希望无穷了 多能够结合一些民间单位 然后把那5%真正竞品 而且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嗯 给他们一个喘息的空间了 尤其这里稀奇 这里卖当中 要找份工作不容易了 要有三餐吃不容易了 所以你刚提到把这个数据提出来的 这5%的人口 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 是 今天 社会上有一个贫穷的人 他不一定放这 他都可能会引起社会的骚动 所以啊 何况是有5%的人口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 希望你能够好好去贯彻 再让你一点点时间 把你的理念 透过让更多人知道来 这个保育委员两个重点 第一个我希望的设计 是一个弹簧床 弹簧床的概念 就是说 你那个进入到这边呢 不是就就就就陷入贫 就是一直里 领取这个这个给付 而是能够跳出去 所以要让他跳出去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现在社会局全力在推动食物银行 第二个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 在这部分也会结合很多 跟这个劳工局这边很多就业的一些方案 来帮助这些 这些第一艘总理所的人 找到一个正常的工作 感谢 好 时间到 上楼来 我们请谢志忠议员 蔡雅玲议员 跟张医院议员嘛 联合概念15分 谢谢 小营雅局长 他刚才没有做一个结论 我想张医院议员 好心好意关系的 把这些全职爸妈的补助 或许你有 预算上的考量 或许你有刚才你讲的 所谓的劳动力上的考量 那麻烦你们回去做一个评估报告 想好不好 好 你去评估一下 到底到底问题 出什么到底可行不可行 预算的问题吗 还是劳动力的问题 如果预算问题 你应该跟财主研究研究嘛 那如果是劳动力问题 那起码要有劳工局的涉入嘛 不可以说你家自己说就算了 回去研究一下好不好 好 请坐 谢谢 好 我想 他刚才在关心这一条龙 这 说整包 这做得到 当然这很好 但这牵涉到效率 这个好如果好爱不好 我记住我林市长上任之后 副市長 林市長就任我们团队就任了 我一直在社会 在典型基杉 在观察一个社会气氛 到底当初是人在国以后 那么多参票 回到林家庭市長 大家对林家庭的团队的 怨望 这一年都还算了 我们如何百日有感 我们如何让大家有感 那以现在 我感受到的社会的氛围里面 当然 我也知道 短时间内要满足那么多人的希望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也曾经在这里讲过 其实真正的考验 应该是第二年才公道 但是 人民不会等待那么久 所以说 有一个问题 我希望 差不多今天好来研究一下 效率啦 如果市長很认真 我很肯定 副市長 包括我们这些局長的团队 我都觉得都很认真 但是现在普遍认为 普遍认为 现在老八生 要来市政府办工作 没有人感受到效率比过去好 这是我普遍的认知啦 这是感觉归感觉 这个牵涉到 对市长满意度的好跟不好 所以我也趁过 趁今天这个机会跟研考会 研究一下 讨论一下啦 主委 你做一个研考会主委 你觉得研考会 这个当内到底最主要的职长是什么 请说明 请主委说明 谢谢议员的指教 个人认为研考会的 有几个重大的任务啦 我想顾名师的研究考核发展 那研究部分应该就是说 针对这个市政如何的推展 帮市长做一些规划 做一些研究 民意调查部分 其实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考核呢 当然就是说针对这个 啊我们现在市政府的这个 各项的标案 工工工程的进度 它的品质方面呢 帮啊市长啦 看说有没有落后品质好不好 等等的来做一些考核 简单讲啦 研考核的职长我掉了啦 大概林林种种列了五项啦 那要简单说 就是说办理民意 对我办理民意调查啦 那对内有关市长 竞选证券执行情况 重大市政的执行啦 还有未民服务 业务策划推动等等管制 就好像刚才你说的 大概就是什么啦 研究啦 发展啦 考核啦 对我要了解民意 对来要研究 又减管考啦 我的认知是这样子啦 你同意吗 同意 那你就现在 你来当研考会主委 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 我曾经跟你提过 以前陈水扁当市长的时候 林嘉诚当研考会主委 那是很大 他搞不好 做到副市长 高雄市陈举当副市长的时候 刘世芳刚去的时候 也是当研考会主委 很差呢 也控管了执行力 后来也当了副市长 你今天来到这里当了研考会主委 你有那个想法吗 你不是来做好人的呢 你是来扮演黑面的呢 你要对那些研考各局 认真说起来都你的董事 你的校路好吗 公文处理得速度好吗 这是最最基本的工作 主委 你做好了 你的心理准备了吗 到目前为止都依照 议员的这个方向再进行 你来做好人的做派人的 你来做半年黑面的 半年白面的 我跟议员报告 比如说上个礼拜 我在市政会议 就过去三个月 这个市政府的公共工程的品质 标案的进度 留费标等 就做了一个专案的报告 那个其实就是 把哪些局数做不好 哪些区公所做不好 都当场在市政会议 来做一个报告 那其实就是啊 要帮啊 市长把这些 比较有问题 有状况的局数 或区公所 把问题发掘出来 主委 这条 这个 研考会 这个门脸 那村脸的 明明而始 不莫而生 我今天特别提出来 是因为这是在三年前 我一样在议会 跟蔡允议员联合咨询的时候 咨询了研考会的主委 这是出自范仲淹的林巫傅 啦 简单说就是说 我的认知 研考会 就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 三年前我在这里 问了 胡市长团队的研考会主委 我在这里还是一样把这个拿出来 你研考会 你要做研考会主委 我均匀说起来 你就是要有这种精神 我们不是来当鸵鸟的 我们不是来视而不见的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帮市长内部管控的 到底对一句你的东书 公文处理得不好 效率不好 你要勇敢说出来 你是来扮演那支最大 最重要的乌鸦 所以主委 还是跟你鼓励一下 这是三年前用过的 我今天再度拿出来 跟你勉励一下 真的研考会要这样做 没你就不要来做 不然你就应该 针对是非 针对有关市政效率 不管是不是同事 公事公办 大明大放 明明而始 不莫而生 这样你做得到吗 会依照这个议员指导 指正的方向来办理 那我到目前为止 我到目前为止 你感受到的 我感受到的 民間 我感受到的效率 認真说起来 市民满意并不高 市民的满意并不高 但我这里手上 我认真调了一下 到底市长上任之后 有多少的民调 有那种科学数字 可以让我们来探讨 研考会做了一份 那我查了一下 TPPS也做了一份 那我查了一下 TPPS在3月30号做的 研考会 我们自己做的是3月份的 那4月6号 旺旺也做了一份 那我就用这三份 外面两份 里面我们自己一份 先说外面 在3月30号里面 在TPPS里面针对六都 没想到现在大家都用六都来比 那我们的市政满意度 我们是第五名 但我们的数字 其实不太好 43%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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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 有时科比 赖神 陳菊 他们都已经遙遙領先在前面了 我们也不能说你第五名就很差 那起码我们看数字 43% 那在4月6号的旺旺中止里面 六都的行政效率 请你要特别注意 行政效率 这是你管考的 这是你负借的 我们台中 是垫底 只有48 只有48 那这是两个外面媒体的 那另外我们研考会自己做的部分里面 我认真非常给你看一下 大概有四行 經濟力47% 不及格啦 施政力再解决 負债39% 不及格啦 社福利59% 59.8 差不多 差不多准入价 道路交通解决力 52% 不入价啦 公共建設 58% 不入价啦 那另外 這四五行 你們自己做出来不及格啦 那另外在本府行政效率里面 你們 並沒有不及格啦 但是有60.7%的市民滿意 本府的行政效率 60啦 勉強不及格啦 主委 你覺得這個數字 你滿意嗎 呃 還不滿意 還不滿意 那你請問一下 整個這個60% 是你們管考 你們民調出來的啦 這是你們管考啦 執行是各單位在執行 各機關在執行啦 你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辦法 可以讓我們整個市政府的效率 從上而下 全部都動起來 目前我的感覺是 市長在動 副市長在動 局長在動 但看起來大家都很認真 但是整個團隊沒有動起來 整個效率沒有起來 主委 這是你的責任了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辦法 我想那個市長一當選 就任以來啊 就馬上提出三大的 希望讓民眾比較有感的 這個具體的作為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百日有感的措施 希望在這個比較短時間 不用花太多的資源 就可以讓民眾有感 這個就是屬於 效率的其中的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在這個 檢證辯明方面 就是說 市長也希望要求各局處 你想看看 有些事情 是不是 那譬如說你請一個政教 是不是本來五公 你可以兩公就可以 這種方面 那第三個 可能就是整體的 中長期的行政革新 各局處有沒有拿出一些 什麼辦法來 那跟議員報告 那目前為這三答案 局處都提出來了 我們也都列管了 陳報市長 那我們現在就是 每季每季啊 會再看說 那你當初這樣講 那你進行的程度 到怎麼樣 你說的這三項齁 我完全都跟你同意啦 但我要看的 也是執行力 我要看的也是效率啦 我們要清楚看到效率啦 主委 跟副市長 其實我們要去討論一個東西 大家這麼認真 但是外面的普遍 對我們的行政效率是不滿的 所以我們有一件事情真的要思考 副市長 我們的團隊都要輸客 如果今天如果投票 如果來選市長 你們會投給誰 這問題對我們這個團隊是很重要的 去年在去年11月29 我們市長拿下那麼高票 贏20萬票 大家對市長都有無限的寄望啊 那到現在執行到現在到現在嗎 超過百日啦 到底有沒有趕 到底現在台中市民 對我們的團隊 到底是滿意還是不滿意 這個是一個我們非常重要的課題 我們要非常客觀的 我們要非常理性的 我們要來面對這個問題 副市長 你的看法怎麼樣 啊 謝謝 我來後 當然 開始 他對我們所有的北京最重要的 就是在把我們 企業界的思考方法 交給他們 再來 我跟他們開會 每次用的方法 也是都 怎麼有效率 所以我相信 我也要再跟這些 局市長 再來跟他們說 我們對我們的地人 怎麼來跟他們要求 所以我感覺 當然 一時就要把所有人的觀念 變得過來沒辦法 但是幾乎 持續不斷 疑心 絕跡就兇 我們自己在做工作也會這樣 所以我的做法 是 一點點一點 開會心 一直 副市長 主委你請坐 副市長 你來自企業界 一向講究效率 所以我不是在質疑你個人 我也沒有在質疑市長 我都認為市長很認真在做 副市長很認真在做 這些局長都很認真在做 但是我總是認為 這個直向跟橫向 橫向跟重向的協調 是不是哪裡出了問題 那為什麼一直到現在 讓我們感受不到 我們整個市長的團隊 效率是好的 民間沒有這個聲音 副市長 民意如流水 從現在開始 我覺得真的大家勝施 再下一個時間交給蔡亞玲議員 好 謝謝 我們今天談的這個議題 今日如果投票的話 市長 市民 台中市民 會投給誰 我想這次選議當中 大家很聽說 我們現在的市長 所以市長拿到很多票 那就是台中市民 對過期的政府有失望 所以把新的行夢 在新的政府裡面 但是經過這段日子以來 副市長 我相信你一直在點頭 我相信你也是 心有欺欺言 坦白說 不管是在議會的開會 或者是說 我們在基層所聽到的聲音 對我們新的政府而言 或許有一些政策都利益良好 但是不曉得 是不是有一些自我感覺 太良好還是怎麼樣 包括局跟局 譬如說像我們剛剛講的 脫育條龍等等之類 譬如說社會教有去關心到 所謂的勞動力的投入 這個很好 但是有沒有跟我們的勞工局去研究 一個政策 有時候不是只有單方面 哪一個局處是而已 是整個點 線 面 整個政策才一起的嘛 但是我發現說 我們的各局之間 像謝志中議員所講的 我們局跟局之間 縱向跟橫向 是不是 是不是有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通常說 譬如說 包括各國委員會 包括我們都發在審預算的時候 當議員提出疑問 在質詢的時候 看到 居然是 局長答不出來 然後下面的都愣在那裡 這個情形也出現在市長身上 所以 那天我也在議會講說 大家各局處是 拜託大家 動起來 嘟到問題就是要趕緊解館 但是我發現說 我們的各局處是 似乎 還沒有這些的警訊 那包括說 謝志中議員所提出 我們各家媒體 所做的民調 跟基層民眾 真正的感受 然後跟我們 研卡會 我們自己 內部 我覺得 當然 數字是參考 但是 數字如果不漂亮的時候 也是 提出了警訊 對我們這個政府 提出了警訊 所以我們在這邊 謝志中議員 跟我 蔡亞林議員 還有張議員 我們要要求 請研卡會提出 改善行政效率的具體計畫 好 謝謝 時間到 主席在這邊報告一下 接下來的議程 因為有一些議員 有經過協調 所以順序上有跳動 好 那我先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接下來的流程是 劉士忠議員 再來羅永珍議員 黃新惠議員 蘇柏欣議員 再來是張亮乃倫 賴超國 及何明傑議員 這是順序啦 好 接下來請劉士忠議員發言 時間十五分鐘 謝謝 主席 張博士長 我們市委主管 議員會同仁 媒體女先生 大家中午好 好 我想 所謂行動是否 行動不是只有上面動下面不動 甚至下面不動還到後退 我現在發覺我們不是行動是否 是過動是否 上面壓得很厲害 下面不知道在幹什麼 也不知道忙 難不吃啊 怎麼去做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目前 是否有很大的隱憂 我想啊 林市長一開始就想到 百日有感 我到現在問問看我們所有的我們的一級主管 包括我們的副市長 你認為你自己所局處裡面 已經有達到這樣的目標了請舉手 百日有感 讓民眾感覺 台中市政府動起來了 比以前好很多了 有效率多了 請舉手 一個 難怪我們 謝立委 以後未來的 我覺得你們這樣對得起市民嗎 林市長這麼要求你們 他很辛苦跑得要命 他還跑斷腿了啦 結果呢 你們的一個感動在哪裡 如果有的話 我倒是要讚賞我們的民政局長 蔡局長 難怪會過動 不過人家過動的有目的啊 能夠把他的一個整個要的 這樣給民眾的感受 他能夠用一個百日有感計畫 來用出來 夫妻長 難道你們這個蔡局長有報告其他人沒有辦法做嗎 要用這一本所謂的報告書 甚至連我們市長的報告書 跟他比起來 價格不僅差一半 連裡面啊 說算了啊 這個如果說這樣 我來賭的話 這一篇我搞不好 白要把我賭下去 這一本的話看我馬上打瞌睡 為什麼 裡面只有文書敘述 難道市長的字 一字千金我們區長的字 是一字百金嗎 我希望市政府 市政府 既然我們市民 將這個政權 交給我們新的市政府 市政府團隊 我們就要去扶這個政權起來 不是少數錢在動而已 好不好 首先啊 我要強調一個 在過去啊 我們常講 家和萬事興 家和萬事興 在四年前的時候 縣市和平的時候 我想因為身多周少 在人事上 難免會去變動 可是 胡市長團隊 他還認為說 今天 將他本身是負責指揮 負責整個政策 這個盡量是不要去變動 能夠讓整個的政局穩健下來 下面才知道說 要怎麼去衝制 怎麼去施政的方向 可是 台中市的一個人事變動 一級主管啊 我調了人事處的資料 從我們上任到現在 4月23號指 官府內 一級主管喔 副局長主命專委科長等 府內調動就97人 府外散市 退休26 總共異動了127人 如果說把我們人事給我的資料 3月底之前 半自動退休的 果然人更多 我一直在想 我們請到人夫妻地 你知道 什麼是政務官 什麼是事務官嗎 副市長 當然知道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區別 事務官是 像我們算政務官 是兩任命的 事務官是哪個公務人員 你有保障的 好的請坐 台灣有一個很好的人 就是一個事務官 文官 他並不會因為政黨輪替 不會因為有所謂的意識形態 他去堅守 他公務人員應該遵守這樣的 施政的一個推動 的一個職責 過去林市長也講 用人為采不分難力 可是啊 現在整個市府 裡面人事一動 我感覺不是這麼回事 我想請教在座所委的 因為你們都是政務官嘛 我要請教一下我們所有的局長 處長 主委 在你擔任這個職務之前 你以前 有擔任過市府 這樣局處首長 而且是相關的 請舉手 有沒有 如果沒有 那表示說你們對這樣業務 奇怪 那個林玉貝你不是嗎 林玉貝 林主委 林處長 你以前不是擔任處長的嗎 所以說 我在說什麼 你們都沒在聽 你是 你不是事務官 你是事務官不是政務官 你是說政務官 OK 我想這表示說 我們的局處首長 本身在這業務上 還不是說 完全非常的熟悉 這個時候 他的左右手 副局長身主命 很重要 因為他可能會帶他來講 去瞭解整個 可是 我請教一下 我們照做所謂的 一級主管們 你的居住人員到現在目前為止 副局長都沒有掉過請舉手 幾個 全部掉掉請舉手 護局長全部換掉的 這一個而已嗎 兩個 其實我是認為 對於人事調動是市長的權利 可是 對於整個的一個市政推動的穩定性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尤其人事的一個決定調動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張副市長 到底是否現在目前的人事的決策 有沒有怎樣的一個機制 有沒有誰在做決定 英童是 所有的局長由耶穌要補起來 人老一站一站嘛 你若是局長 自己想要換 你就是去跟你的副市長和市長報告 我所了解英童是這樣的方法 副市長你有沒有參與決策 人事這方面你有沒有參與決策 我有關的有跟他問我就會說 如果跟我沒有關的可能沒有跟他問 什麼是有關的什麼沒有關的 就是我如果有主導的 沒有拜託沒有關的是不是 拜託沒有關的就是 我如果尊重讀這個局 這個局有什麼 副市長 你過委副市長可是有人事人事不如一個方顧問 我跟你講 對不對 在明朝的東廠 這方顧問就是我們東廠的公公太監 我也講過今天 只要市府 我們的主管高級主管 聽到方務電話 其實說實在的你請坐 市府到現在的整個人事的一個異動 我覺得為什麼有很多的 我們的高級文官要退休半退休 從我們新的市府團隊就任到三月底 自動退休的 借你退休12個人 可是辦理退休 多少人 副市長知道嗎 134個 幾乎是自動退休的11倍多 這樣人事的一個的異動 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這對整個市場推動來講 這是一個危機 這是一個警訊 因為你全部 連你發頭的人 就都新的 局長 新的 處長 新的 副局長 新的 三個新的 要怎麼磨合 不是把市政府當作的試驗 甚至 用所謂的降調 甚至更離譜的 有一位我們的局處裡面的 現在是專委 過去他是這個局裡面的副局長 他融掉到別的去 當副局長之後 新事團隊 竟然把他降掉 回到原來當 當專委 你若未不 你也要把我調去白的可惜 當專委 你會覺得真是羞辱文官 然後用羞辱 百日有感 感什麼 感人 這個就是你們的百日有感嗎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感人羞辱文官啊 再怎麼說這一些 副局長 主密等等 他們在過去工人的深海中 我想有他們的貢獻 可是不要因為 有清算的那樣的一個心結 有藍綠的情結 我認為說我們應該要好好檢討一下 聽說下來就是開始二級主管了 我希望說真的 現在副局長 讓我去思考一下 用人為財 我知道很多人是很想替台東市政府 替台東市民做事情 可是你上面的團隊 把他打入所謂的 藍有類黑有類 這樣的心態 對市政推動是相當不利的 難怪連我們執政黨的 同仁也這樣子對你們 多手批評跟詬病 今天我希望 我愁好心切 我也不是有藍綠之分 我只希望說好事團隊 對市不要對人 好嗎 其實說實話 除了感人之外 還有一個感工 為什麼講到感工 這是世界上的終結事件 我想啊 跟所謂的感工 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 這一點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勞工局的 洪局長 我請教一下 你在你的報告書裡面 公報裡面有提到 建於本市重大建設陸續開展 針對工程金額在五千萬以上 自工工程實施重大公共工程安全衛生檢查 113場次 我們的捷運算不算五千萬工程以上公共工程 捷運的部分 你一定要推說又是勞動部不是你的事情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五月一號開始是會換我們 我想請教一下 今天為什麼會有三個工人 七個工人 三死四傷 你知道他們是怎麼受傷怎麼死的嗎 你知道嗎 這個過程很了解 阿拉屎耶 阿拉屎上的 他最主要是在釣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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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外這事情早就被罰死了啦 因為這就是台中市的重大公共工程 我們台中市任務居然一點能力都沒有 我只是說我們要監察啦 不可以說什麼這些是勞動部的 這不是我們沒有權責 我們人不夠 你台中市有自己的工程 自己的檢察顧不好是要顧民間的 對不對 要顧別的褲子 顧自己看自己顧乾淨的沒有 未來這樣的重大公共工程 我請教一下一百三次裡面 包括中傑 這個部分 有沒有 勞動人士有沒有去檢察過 沒有啦 通報勞動部 那部分都是協助 就是說 因為之前是勞動部在做 這個喔 冰凍三尺廢日之函 這一定是 七天喔 撈一間便宜是監察啦 好 你是說 副市長你說 我給你解釋一下 第一 跟關港完全無關 跟市長說關港 其實無關 因為我在裡面 跟他們開會開這麼久 我真的要以正視聽 第一 市長的關港 跟他們這個關港無關 第二 這些人在臉上 我們包括我們現在人家在想說 為什麼我們以前沒辦法去講 所以現在我們跟北街 跟這個 這個 代表市政府 市政府跟交通部 一直在跟這個事情 亡羊補勞就是在這裡 我真的跟老議員說 我們跟你共同身受 我也覺得以前這樣不對 所以我們 願意盡量 來跟其他人的談論 創作服務 這是我跟你說 我真的 我感謝你這樣說 我希望 未來 對我們台中企業 重大工程 又是台中市民自己辦的 你一定要 言以待己 對不對 你自己工程度 都打不做做不好 你是要要求民間的 要怎樣 人家說你市長 你不只准做過方法 不准百姓點燈 對不對 我想你們 五月以後市長來講說 開始會增害人力 好 接下來時間 由羅永貞議員 楊正宗議員 及蘇柏欣議員 三位議員 共用十五分鐘 請蘇柏欣議員 先改 三十五分鐘 齁 三十 好 好 感謝大會主席 但是黃議員 黃議員 黃議員 他不 要協調一下喔 是喔 這樣你先沒關係 好 我接你後面 好 那這樣三位十五分鐘 那這樣三位十五分鐘 好 OK 那現在順序調換一下 我們現在請黃新貞議員 質詢 時間十五分鐘 謝謝 那個 剛才那個 劉士州議員 你講的齁 我們的林處長 他說那個 賴政安啦齁 我們覺得啦齁 這 你齁 給他勞工局齁 男一副局長齁 啊 容身到 民政局齁齁 最大局的齁齁 當副局長 阿林上任後 鄉鄉 他調 調來之後 降了兩級 然後又把它換回原單位勞工局齁齁 這樣我覺得啦 我覺得齁齁 做人這樣齁齁 很不好道的齁齁 讓人覺得很悲哀 公務體系 其實公務人員 他是從基層一直慢慢往上爬 他也是很努力的 在往上爬 才有這個樣的直等 才有這樣的位置 那你換了黨 就把人 用這樣的鞭打方式 我感覺 本來是一個主管 你會把連將兩級 回去同一個單位 本來他是主管 他可以指揮他的手下做事 現在連將兩級以後 他必須要聽以前他的屬下 現在變成他的長官 我感覺這個文官的體制 破壞殆盡 難怪人家說 林家王像小阿扁 阿扁接任的時候 也是把文官體制破壞殆盡 林處長 我跟你說事也很久了 現在看起來你是去往邊上 但是你會晚節不保 我跟你講真的 你最好還是趕快提出你要退休了 沒有本來你實在是讓人人動的 你那黑市長的時代 黑市長也很順調 要人事異動什麼都要你 都要你同意 而且我們議員你給你建議什麼 比如說外勤人員應該要給他什麼福利 你一概地擋下來 一概認為這個人世是一條邊 但是你現在 好 总使是你是被兵起来 你都没有任何的权利 可是我要跟你讲 这样非常的不好 因为同样都是公务体系出来的 这样子修理一个人 真的让人家觉得很不堪 那也因为我们林市长 把很多的焦点都放在 修理这个公务人员 排除异己 然后呢 所以他很多的精神放在这里 所以他没有心去管中节的事 才造成这样 那个李玉佩 我跟你讲 赶快退休 不然你的 很难做 我们看不下去才讲 那个张副市长 我跟你也很熟 我要问你 因为你关民政 关很多单位 我请问你 我们台中市 都有几个例 625例 625 625例 好 那你都造了几个人 人哦 我刚才通计时是 1万2千889 但是我收回来时 听他说 有些没问题 要做1千1万空 好 好 民政局长 这是你的主管 那些人跟你讲 好 我们现在目前的例 29区625例 您的部分有13万空 1万空5人 这些全部 这里还有125的空 就是他里面 算没那些 市长 这就 125的空 你刚才说你 正确数字多少 等一下 13005 13005 对对 来 你的市政府的网站 市政府的网站是什么 12993 12993 这个市政府的网站 这应该是 你民政局提供的吧 来 然后呢 我看到你 5月 5月1号 议员咨询你 你在上面回答 是1050 到底正确是什么 到底正确是什么 现在我抽中 我实在 感觉说 你来 接 大概四个多月 想说 我先给你苛责 如果问你说 哪一例哪一人 多少 最多人的多少 人口 最少人的多少 我想说 对 感觉对你 比较不弃 问这 你总是 要了解吧 都总几个人 我现在抽中的 数量 13万 13000 5月1号 来 我告诉你 正确数字 内政部的网站到103年底 是 一万三千 零四零 好 一万三千零四零 现在是零五零 零五零 你给我解释 是怎么够一零 我们就是有一个 北屯区的那边 想说有 这个 这个 好像说 他的这个 这个 较多了 我们就给他分 分一个人 出来 那为什么你的单独 为了这个人去分一个人 出来 你可以告诉我吗 北屯这个人分这个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我们匯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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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人 可以分成10个人 你就不想 不然他自己分 是怎么单独 发落在北屯区这个人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有 你怎么会说 一万三千零五零 这样我说 就是说 这个部门是都 库長提供给我的 库長 你死了 你也快点好辞职 我不知道就告诉你 不好意思 你实在是真不用心 这样不行 一万三千 凶四零 这是内政部的网站 可是呢 你们市政府的网站 网站是12993 你答覆人家说 一人零五人 现在他再加一人出来 一人是 你私下设的一人 有便宜吗 有便宜什么 有一定有便宜的 所以你输地下 就有便宜 给人 你专门买北屯这一人 我们匯来 你叫我们理長 来给你抗议 一人 人口数这么多 这个 不同 不同功 同仇 这样不行 你不好对吧 这样好吗 我感觉你这样不认真 应该是要做一个条件 我是跟他们交代 是这样你单独条件 我们现在全部 其实有10个例 超过 你也没拿那法条 因为你现在 我针对问你 你明明知道我们整个台中市有的0超过的有的理超过的也有理不足的对不对 但是你单独为了北屯区再增加一人 我告诉你 我说我绝对要叫人去抗议 你抗议 你抗议 没有用心 这样不行 这样市长这么重 你这样 你这样 人上星期五给你问 你说 你抗认市长办多少募款仓会 到底是没有多少政治现金 不要问你好了 我有很多朋友帮我告诉你 私底下 本来林市长的核心团队说三位就要把你换掉 我有说 蔡司允蔡局长 有点好可爱的 不要跟他换 结果 奇怪 听三位说 要把你换 结果没 你也是坐得稳稳 你可能我关不着急 来来来 你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 只要做什么公关 我们要买东西 送人 我在厚楼 你很厉害买东西 你都送我东西 我感觉拿人手短 吃人的嘴软 我感觉你就不错了 也不可以只做一个 另外问你这都不对 你提供市政府的网站 这样人上网 要看你的家里 你丢人丢大了 你知道吗 这样不太好 所以你不可以只做这个 锅中而已 你知道吗 不可以只做公关买东西 我这么多 不要跟你说 我看你这个白日游感 这个计划书里面 这么多 那个语词 我感觉 你说 那个什么孔庙 要打卡 积极筹备 要您好看 邀请市民参与 冰业时 还送薪摩地 向易南 易南向毒品说不 探视新兵 探访易南 我实在没看 这是什么计划 有什么计划性的 我请问一下 副市長 这不是我们的政绩吗 这是我们的政绩 是吗 你说哪一部的政绩 我头头黏了 这是不是我们的政绩 我告诉你 徐先钦 徐先钦 现在是你的副局长 徐先钦以前 都背那个王局长 去探视新兵 一张一张探视 我想说 你来 他也会给你加 你也有去探视新兵 但是这人以前就做过了 那是你的政绩 是吗 有做也要算政绩 别人有做 他有做也算政绩 你也要有创意 对啦 没有创意 是没有创意 但是算政绩 不可以这样 人家扮人 你都要跟人家 否认人家 牵巢 每行不好 现在 不错的 可以用 你就说你的政绩 哎呦 笑破人家的嘴 不要这样 呵呵 我们说话要并容心 你现在新 新市政新团队 新气象 新创意 对吧 更有人这样 跟人家说 你去探访新兵 我跟你说 探访新兵 那不是创意 你去探访新兵 这也不是创意 然后呢 我想要 我们的蔡局长 我觉得 你实在很可爱 我想要跟你说 说你不好 也不知道要怎么说 但是我觉得 你实在很可爱 你竟然要求你的 区公所 狭下的单位 包括区公所 附证所 大家人都要去 跟你帮忙 按赞 你是在跟 林市长 拼 拼 那按赞 的 人数吗 你是不要高于 林市长 你要公高正主 你就是你 没头毛 你 不要 不要 我给你 哭放这个 我很爱护你 他们说 三月要换下你 我好怕你 被换掉 所以我赶快跟你讲 你不要这样子 你要按赞 但是 我也觉得 你要求 那个公务人员 礼拜六 礼拜天 休假的时间 跑去那个 什么 百货公司 星光三月圆百 你要按赞 我觉得这样也不好 这样的公务人员 很辛苦 这样有考基 按赞 礼拜六 礼拜天出来 按赞 他们会不会加薪 会不会有考基 会不会 我没叫他们去 好 这样他们都主动 这些人也有 我没叫 我尽量 这边人的行销 就是说 大家可以用网络来行销 你没叫他去 自己去吗 对啊 真的吗 我再跟你说 你们的 你们的 付证所的员工 这样是来不行 他们把你文明化 还去拿东西 送人呢 这我都不知道 我一区说送这个 送这个啊 变条纸啊 有一区送这个啊 还有百区呢 我不知道这钱从哪里来的呢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帮你这样 我跟他分享 等于没跟他们送东西 有呗 我的朋友 通通都有拿到呢 我不知道 他哪一区拿到啥 哪一区拿到啥 你现在都说不知道啊 你要害死你 你要公布另外 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你看看 送这个 还有送这个 其他的我不知道啦 因为我的 我的员工也去安刀你的站 也有拿回来 但是哦 我是觉得啦 你这样 政府官 这样不行 你哦 你哦 不知道哦 为民忧心 为民服务 这样上任以后都不避讳 要人家夸赞啦 按赞啦 甚至于用公欠 全力 你刚才说没有啦 但是哦 我实在不知道 你都没有 要破云 也没有要求 他们自己主动 哇 这是全自动化的 要给他博热 但是哦 去用这样子 浪费公堂 来招显当官的架势 实在对于人民 看到那个 公布的形象 是不太好的啦 那我们觉得这样是 这样的正位官 真的要改进 但是呢 你刚刚又说 你通通都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怎么讲你 这样好了 不然哦 我们来回头看看 护证所 跟驱工所 各个单位 他们的礼品 如果是拿来送 送到市民的手上 要他们按赞 就送一个礼物 这样子哦 我们来看看 他有没有违法 好不好 好不好 那都他们自己做的 你不知道啊 可是你当主管的 一定要管好嘛 不然这个中间 出了差错的话 你只有吃不完 偷 因为那个林市长 听说他很爱习 所以就青年 他要青年执政啊 所以我感觉 你要爱习 你们的市长 没差你给他 募那么多款 然后呢 十年的寒窗 才苦毒出生 变成考上了 举人近视状元 这样你这么辛苦 你就不能这样 所以我要求你啦 你把自己直接 面对你的辖下 来护证所去公所 那这类礼品呢 有关的所有的 会计科目啊 你就综合一下 任一个资料 送到本席来这里 看看 我来帮你说说话 不能因为这样 污名了你 那你呢 被林市长误会了 包括呢 你那个站冲过的头 比他高的话 你都会更功高正主 好谢谢 时间到 谢谢 接下来由罗永珍议员 杨正宗议员 及苏博星议员 三位议员 联合共同咨询 时间三十分钟 由苏博星议员 首先发言 感谢主席 我们 市长 我们各级会的 首长 我们政府团队 所有的一位同仁 还有我们的媒体 记者小姐先生 大家好 林家隆上任 事物特别重视 我们的研考会 恭喜啊 你很逢 红起来了 我想请问一下 台中市公共品质 这个控管 是 是不是 贵会的业务 主席 谢谢议员 跟议员报告 呃 研考会负责其中一部分 负责哪一部分呢 目前是负责 有关于进度的部分 啊 进度的部分 进度 可是 他预期的期成 比如说到这个月 应该完成50% 但是他如果是30% 那我们就会去盯他 这样子 负责进度 对 最近 从林家隆市长的团队 到现在我出去 听到的 大家都说路没平 空空空 聚聚 那一扣 那一扣 自来水公司 换了 圍料 换电信管 再来 再来 加速公司 再来 既然我们事务团队 我们有这个机构 我们是不是有法去管 请回答 保安员 我们那个市长 非常重视 公共工程品质 所以他上等之后 有成立一个委员会 那这下面呢 其中就有一个部分呢 是最近在入品的品质 在做一个管理 可是你们管理的 你们只是进度而已啊 刚才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你们是主管进度 对 我跟议员不好 这那一部分不是我主管 是这个 那你既然只主管进度方面 那品质方面怎么去处理呢 包括议员 现在这个部分呢 有两个啦 一个就是 在我们的建设局下面 有个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品质的查核啦 另外我们的阵风处啊 也针对我们的道路施工的品质 那你要这个机构干嘛 这样就没有牙齿的老虎一样啊 没有工人嘛 跟议员报告 因为那个委员会是由林副市长当总召集的 那我们都是在他下面 由他来督导这样子 可是我似乎没有看到这个工人 到现在 已经一百多天了 我们的林团队一直要百日有感 到现在既然出去听到的都是这种 路就不能平平的走 有人这样哦 驾轮也没很注意哦 也会拨打的 所以说我看啦 这个机构我看被调好的 也不需要再设了啦 好请坐 再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 万教的教主 民政局长 万教的教主啊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局长 我们的教主 你知道什么叫做教主 因为大家都很知道 万教的教主啊 万教的教主 我们的蔡吉党啊 对我们的这个 工工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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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签障啊 都很关心啊 啊 我是知道说 目前在胡市长 在我们本屋 他在 他的任内啊 有签障 啊 在我们的人化公墓 跟热和公墓 两个公墓 已经签障完成 可是 还有斯文土地 没有完成的部分 到我们的林家荣市场 以后 就没有后续啦 没猜哦 整地地 整理得漂亮一点 结果 啊 只要查一个 附近的苏林 工工 无精力 针对这一点 我们的局长有什么看法 主席 还有我们的 议员 呃 如果是人的这个公墓的部分 哦 是不是我来这 来协调看看 就我们说的 如果我们好啊 都没有输人的部分 啊 我来协调看 要来处理了呢 其实啊 这部分 我是认为啊 既然 那么多钱都已经花了 哦 这个政策的延续性是很重要 我一直察觉到 我们的林家市长 他如果堵到 我们自强 市长之前做的事情 他就不要把他延续 他就把他提起来 所以说哦 这个我感觉说 其他一个外号很好 就是 停工市长 啦 所有工作 跟他的手 目前进行到 都要完成了 那就是要花多少钱 一些追踪的动作去做 私人土地 没法座 快点把他搞掉 这才会让百姓有感嘛 是不是 是 所以说哦 期盼啦 那麽把他告诉 回去 哦 把这部分 针对囤区 这部分 已经有做的 这都花很小的钱 已经 政策都做了 快点把他完成掉 这个是百姓之福 哦 以上 这是 诶 我的 最近一直听到百姓反映的 很重要的事情 哦 啊 再来时间 我就给我们的 罗委员 哦 好 谢谢 好 谢谢 大会主席 张副市长 嗯 我们 明镇的 局长 各局处的局长 我们后面的媒体先生小姐 以及我们 议 议会同仁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哎 这几天哦 哎 我感觉啦 我们明镇局的蔡局长 开始主缸 对不 上星期到今天 今天哦 大家都针对 我们明镇局的局长 来探讨一些问题 我个人 哎你 局长你请坐下 我刚才看到我们黄兴飞议员在问我们局长 这个铃链 几年就差一银了 一万三千 一三零零零五跟一三零零零四嘛 对不对 对哦 我要请问局长 渡 About 我们超过 二百雅一人超过万两百雅有几年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目前來說 就是超過這個 兩百戶的 總共有332人 332人 超過兩百戶的 局長你請坐下 沒錯 有的超過兩百戶 有的這四十幾戶 我記得 在我們自治條例裡面 就有說二十戶到五十戶就是一人 請問局長 你要送這些修正的草案 也應該將林里 重新規劃 為什麼局長你明明有知道這個規劃 卻不去做呢 有沒有這樣 請回答就好 其實我已經都在做了 共所這邊跟民進局這邊 我們都有開個火 因為這個 我們目前來說 少於二十人的 有一千一百七十 一千一百七十人 多於這個兩百戶的 當然有三百三十人 這都要做一個條證 對 當然我們有這個十六的利 超過四千戶 這也要條證 人的部分 市政府來用就可以 你的部分要送議會來通過 這也實施 局長你請坐 因為這最近有很多我們的議員 都有在問這個問題 同仇不同工 會疼惜我們這裡的林長 因為現在的林長 我知道民政局非常重視我們的林長 我看林長 他的自強活動 什麼 民政局局長都有在照顧 我也知道你非常用心 因為我曾經看過我們民政局的蔡局長 禮拜六你還要出來要順工作 我在路上幫你照顧 我幫你補你不聽到 你是非常認真 無論如何 剛才我們黃新會議員也說 很怕有林市長 三月份幫你換條 我記得 很多人都希望你繼續留在我們的民政局 繼續 帶我們林市長來做工作 那這個林的 本時要求 那個局長 立即將台中市里林做合理的編主 不要造成同仇不同工的情形 好嗎 好 你會做 一定要做 好你請坐 那麼第二點 我也是要問我們的局長 蔡局長 我們民眾 藏在那個示範公墓的骨骸 要求掘的時候 你請坐沒關係 要求掘的時候 政府為了怕民眾遺留那個廢棄物 沒有將環境整理乾淨 規定先繳清運廢棄物保證金五千元 等到你環境整理好 他就行你 不然你沒有整理好他就沒收 這個是非常好的 你沒有工作做得好 就幫你募修 但是有民眾幫我反映 政府 政府把我們收保證金之後 他並沒有把這個環境整理乾淨 民眾認為政府有欺騙的行為 這樣才有合理 收五千元 收五千元 人交給政府 政府也是沒有幫他做清楚 這樣才有合理 民眾說這就是市政府有騙的行為 待會兒舉掌你說明 第二點 你收這五千元 你編列稅入 請問局長 這個金額編入何種的項目下 這個兩個 請局長說明一下 你是收在編在哪個項目下 收錢不辦事 這樣合理嗎 請說明 好主席 我們的羅議員 其實就是說 我們收這五千元 如果這個 這個就是 收掉之後 給我們回田之後 我們就會給他 保證金就行他了 普通是這樣 我有問過工作 他們都這樣做 這個收來錢 比如說他就沒有這樣 我們是編入會計的科目裡面 編在哪裡 會計 會計 會計這邊 編在會計 什麼項目 編在哪個項目裡面 其他收入 應該是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 給我書面說明一下 好嗎 好 這樣是不行 現在八歲 他就說他五千元給政府騙你 政府也沒有把這個工作做好 這樣是不對的 好嗎 局長你請坐下 因為這幾天的業務執行 我也感謝各位各局次 在這裡 我也感謝 因為針對我們蔡局長很用心 你今天去開會 我們的里長 區長 都來在這裡 聽說你都常常給人黏 局長都 那個里長 區長都在樓上在跟你打碰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這個區長都很親密 謝謝 接下來我給我們楊正宗議員 蔡局長 我們羅永正議員 對你很客氣 秀五千元 沒要做事情 蔡局長 政府秀五千元 沒要做事情 這種事情 你可以看嗎 主席 那是保證金 他如果有回程之後 我們就行他 怎麼說沒做事情 一定要做 就是不行 我們羅永正議員 才會為百姓發聲 我瞭解一下 我瞭解一下 你說要去瞭解 都有行 我剛才聽到他們說 沒有行 請坐 好 副市長 人事的更迭 人事的更迭 造成了人心惶惶 人事的不安 就無心辦公 就無心辦公 今天台中市政府 出的很多事情 出的很多事情 就是無心辦公 新街的人 新街的人 經驗不足 功力不夠 連最基本的公文 都搞不好 公文代表什麼 代表這一個機關的內涵 代表機關的素質 代表機關的精神 如果說 這一個公文 都弄不好 你說 這一個機關 人民會怎麼看 人民會怎麼看 我現在 放一個公文 給各位看 各位來看一看 這一個公文是哪一個局發的 來大家往後看 這一個公文是誰發的 哪一家生的孩子 哪一家抱回去 這一個公文 是哪一個機關發的 你們各局勢要不要看 來來來 你們各局勢都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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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民政局 你不看喔 這邊有在看喔 這邊有在看喔 你們看一看 這一個公文是誰發的 誰發的 我要跟大家講 副市長 府函 府函和局函 府函局函 我們到現在各局勢 搞的不是很清楚啊 你們看看 這一張公文 是府函 上面 我打圈的 我們不要講台中市議會 這個尊重好了 不會講 說明一裡面 竹子裡面 竹子裡面 寫本府 然後說明二 寫的是什麼 寫的是本局 寫的是本局 這一個公文 這一張公文 如果說不去看發文字號的話 不去看發文字號的話 根本就搞不清楚 是哪一個局發的 不看公文字號 不知道是哪一個局發的啊 我現在把這個公文字號 塗掉 誰發的 哪一局 我在這邊收集了 同一件事啊 同一件事啊 你們各單位都回了公文啊 我一個一個在檢查 一個一個在看 這個公文是誰發的 民政局 搞不清楚誰發的公文 啊 搞不清楚誰發的公文 來我們再來看 第二張公文 啊 我們再來看 這一個公文 是我們研考會的公文 研考會的公文 研考會 你發的是 附函 你發的是附函 你照你的這個 附件 照你的附件 是要各機關 辦好之後 你來彙整的 你才有這一張 附件 附件 你才會有這一張附件 你在這個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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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 研考會 然後後面 附了這一張附件 這一張附件 叫做什麼 這一張附件叫什麼 脫褲子放屁 這張附件 你們不要檢討嗎 你們不要檢討嗎 副市長 副市長 你有什麼感想 那非常的不好 因為公文真的 措置都不應該 這個是不應該 我覺得 很感謝 楊議員 你提出來 因為這次的提出來 讓我們更有機會 在我們的團隊裡面 好好的跟他們要求 謝謝 副市長 回去檢討一下 沒有錯 都是 都是你們的這一個 同一件事情 同一件事情 你們各局在發的 還有我們都發局 也都差不多 民政局 都發局 這個研考會 局長 這個 副市長 你覺得這個台中市政府 是不是羅斯松了 是不是人員經驗不足 功力不夠 人事更疊 是應該要檢討 我同意應該要要求 這是最基本的東西 沒有錯 謝謝 真的啦 這個是很好的一個建議 因為你們替我們找到 我們的問題 我們應該是要感謝你的 謝謝 過去 不會有的事情 現在怎麼會發生 研考 研考在研考什麼 請坐 研考會 你在104年4月27日 有不要辦一個公共工程品質 推動的委員會 有 有 我們剛才 蘇柏欣 議員一直在問你 你能夠主導什麼 你能夠主導什麼 你說你只能主導 工程進度 你只能主導工程進度 那你今天來開這一個 這個品質推動委員會 還報告人寫的是 研考會主委 柳家鋒 主委 也不是在掛羊頭賣狗肉 可以跟議員報告一下嗎 那個委員會下面如果 那個議員有打開的話 其實它下面架構是有三個 不同的這個分組 那只是那一天由我代表大家一起報告而已 那我也報告過其實 像我們針鋒處啊建設局啊還有秘書處都有參與 它是一個跨局處的委員會 只是由我來代表報告而已 主委 是 掛羊頭賣狗肉 還加一個沒牙齒的老虎 你知道嗎 沒牙齒的老虎 因為今天是請我們003副市長的單總召集員 就表示市長對這個委員會的重視 請坐啦 請坐 好 研考會 因為你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所做的事情 本席一一在做檢視啊 一一在做檢視你 好 我們以後總之群的時候再來看 好 蔡局長 市長啊 多次公開啊 公開說 在這個區領長做檢視的時候要賦予區長更大的責任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知道 那所謂的重大責任 是什麼 我們 就是說我這邊是督導單位嘛 就是我們有一些比如說環保局的工作 慢慢就會交給區長來做整個整個整個管理啦 像我們的環保志工 就會回歸到區公所裡面 喔 就是這樣子 一個環保局的東西就是要加重我們區公所的責任啊 要加大區公所的責任要給人事啊給錢啊 才叫加大責任啊 那管一個志工就叫加大責任喔 區長 回去跟我們林佳龍林市長講一下 不要好笑 要做真的 做真的 不要做假的 做一半的 做真的 做真的就是要有人事有權 有必要 區公所有必要 區公所有必要 現在整個在 那我問你區公所可不可以有人事權 區公所可不可以有 有編列預算 可不可以 他們有編 編預算好了 加大責任啊 加大責任就是要 有錢有權嘛 有人事 對不對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是你說的可以 你講的 對 我聽不到你講的意思 我本來講 大市長 土皇帝 龍行台中 正說了算 局長 蔡局長說了算 好不好 我有一定的權限 你有一定的權限 你有一定的權限 你有一定權限 我們林市長 往往都會用一些很美麗的詞照 用人為財 服務市民 不分黨派 好 現在又是什麼 加重區公 加重 加重區長的責任 好 加重為民服務 結果講一講 你們都不知道 好像 市長講完了 就算了 你們在下面的人 也都不知道 副市長 你知不知道 林市長的意思是什麼 林市長的意思是什麼 林市長當然希望 我們把事情做得更好 他甚至有講說 局長是類似一個小市長 他真的是很希望把一些前線 對呀 既然這樣子就要有具體的作為 不能光打嘴炮 打了嘴炮 下面都沒人去規劃 沒人去執行 這是誰的業務 研考會的業務 還是民政局的業務 總是要人去規劃啊 這算不算 我們林市長的指示啊 這算不算我們林市長的指示 既然是他的想法 就是我們應該盡量去達到的 對嘛 林市長的想法 你們就要去做幕僚的人 對不對 做幕僚的人 就要把市長的這個想法 劃諸於行動 劃諸於具體 對不對 但是現在問一問 你們每人知道 研考會知不知道 研考會知不知道 區公所要加大什麼責任 就是像議員剛剛講的 這個方向 人事權 預算權 是不是 對 你有沒有看過地方制度法 你有沒有看過地方制度法 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工程 你是不是知道這個區公所是法人 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工程還滿有點浩大 所以其實要一點時間 都是胡說八道啊 所以說 你們都不是在幫林佳龍辦事啊 你們都不是在幫林佳龍辦事啊 部長請坐 各位機關首長 市長請你們來幹什麼 市長請你們來幹什麼 市長這指示像個屁 啊 市長講了報紙也登了 結果你們沒有人 去把這個市長的指示 劃成一個具體 劃成一個行動 在座的各位 官員 你們慘不慘愧 你們慘不慘愧 嚴考會 慘不慘愧 慘不慘愧 會照議員提醒的方向 自己來辦理 你不要跟我講 你去跟林佳龍講 你跟我講有什麼屁用啊 你要跟林市長講 報告市長 啊 請坐 還有一分鐘 正風市 我們 早上 本席講了很多的 我們調節委員的事 我們段議員 講了我們客家委員會的事 啊 我們黃議員 講了民政局的事 你要不要辦 我們都會來 你要不要調查 都會調查 一定會調查理清 一定會調查齁 好 給你一個時間表 你調查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我們盡快 這不是大事吧 對 蛤 我那個有的是 不是你的 需要點時間 又不是你的 你只管貪賭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也是非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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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依據我們專業來處理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張亮來論議員 來發言 謝謝主席 大家午安 這個副市長 本席也要跟您提醒一下 我想這個林市長 當選以來 我們這個地方人事 不管是從一級主管 這個人事異動之大 我想大家都人心惶惶 那我想 以這樣子的狀況 要把事情做好 真的是很困難 我想 再來是 本社的時間 要尋對幾個問題 要來問我們的這個 蔡局長 校長 我想今天 不會是大家議員 都來問我們的蔡局長 我們這個 民政局 可說是這個 百日最有感的這個局勢 因為是怎樣 專門的這個局勢 這本 跟我們的民政局 有做這一本 百日有感計畫的這個 可以說是 懶人包的這個 這個書 我想這也不是說什麼 真正不好 我看你做得真漂亮 內業做得非常好 我想要了解一下 裡面這些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這個新政府 這個 四個月以來 是我們真正新的 不是前草留下來 要做的工作 你們創新要做的是 大幾項 感謝我們張曉 議員的這個指導 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百日有感 日本 這個 出來主要是沒有理長 日本主要是沒有什麼 4月1號 我開一個理長的這個 這個台會 就是 分連座談會 然後就知道 民政局做了什麼 所以我印 這個 所以你日本印多少書 印1千本 625例 因為1千本比較熟 所以我印1千本 本就在理長 以量自駕 這樣就是 再來就是說 這個裡面有做的 其實政策是延續的 我沒有否定說 這個 說我們頭前做的人 我將來沒有這樣說 我將來也沒有培養 我要做一個 這個局長 這大家都 我相信也都沒聽過 但是我經常說 裡面有一些好的 可以有些好的 過期可能 沒有啦 我現在跟你問說 這本裡面 什麼東西以前沒有做 我們新政府有做的 每一個人 你這樣說就好了 比如說 比如說 你不可以說 姜母茶的事情 我知道主委員 在問說 為什麼騰寧過台 那時候就有了 但是我是二十九區 都把它做起來 過期可能是 只有幾個火柵有 而已 我現在是全部中午 這是說延續性 給它中午 比如說悠遊卡 以前也只有一個南頓區 有而已 現在全部 你也交出中午 火柵中午 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東西 擴大 這個 這個 好像說 讓市民 可以擴大使用 這就讓他們 好 我知道你的這個 用心良苦 我知道 大家最知道 你這個白日 最有感的 就是我們的FB 當初要衝一萬五千人 你現在衝到幾個人 現在一萬空 四千 你覺得這個FB 這個效果如何 這是這樣 就說 這不用錢 你有強迫 每一個區公所 只要你破文 就一定要分享嗎 我是跟大家拜託 拜託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我想說這個 按分享的人數 都看我比按讚的人數 還要這個多 是不是 你有強制要求 我們的這個 各個區公所 一定要分享 你的破文 有沒有 你如果方便就理一下 鼓勵 因為這個 就不用錢 我們就破 他們的 我也分享 當初是怎樣 要像萬五人 萬五人 越多人看到 那個效果越好 但是我覺得 你的這個 蔡世穎 這個局長的這個FB 按讚的 不比你本人的這個FB 帶順子去大都會 按讚的再多 我的朋友 比較重 所以我跟你說 不要只有做表面 因為你要成立這個FB 我覺得還是要放感情下去 你只要把工作做 這些花兒不實的東西 真的不能做 那麼多 因為你的這個 自己的FB 按讚的人 我真的 我給你看 我兩個人都去你看 我想說 哎呦 我想說 怎麼會有人來邀請我 要跟蔡世穎局長 按一下讚 所以我還特別上去搜尋一下 我想這樣 這個 我想 這個 懶人包 好了 我也幫你 這個 算說 有用心在做 再來 我要幫你 請教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新住民 新二代 我們的新二代 現在 現在 我們現在 現在 一年的這個出生 人數是 台幼多少人 現在我們在 台中 是差不多 五萬幾個新住民 五萬 只有三千 我看一下 好不好 我才有一個 五萬 五萬兩千人 不管是 副市長 和局長 資料的速度都差不多 超多萬 鄉書是多少 現在差不多 五萬兩千幾人 大部分 是都 中國大陸的 這個 比較多 差不多 三萬多人 其實就說 柬埔寨 越南 所以你的依序排列是 中國 中國級的 再來是越南 對不對 再來越南 也有 印尼 再來柬埔寨 對 我想喔 新住民的 很多工作 涉及 不管是 民政 社會教 教育局 都在做 不過我看你 我們的 工作 報告 我常常 看久不記得 還有日本 我想說 裡面有這個 新住民的 活動 這個 你們現在有 成立這個 新住民的 藝文中心 對不對 有幾個地點 現在目前在 雕塑公園 那裡有 那裡有 新住民 還有呢 主要那個 圍住 我們目前來說 跟圖書館一樣 西頓庫公園 留一留 這個 這是什麼 新住民的 另外一個 新住民的 公園 現在還有一個 讓他們 我們成立網站 對 再來說 教他們一些 比如說 說國語 說台語 所以全 台中市 就是這兩個地點嗎 為主 還有一些 蘇林的 機關也有 在做這個坑坑 我們民政局 最主要的業務 跟社會局不同 是在哪裡 因為 新住民就是 我這邊這裡有 就是說他們來這裡 我們就是 他們口座會 當然可以提供 這個 因為在 佛政事務所裡面 我都知道 這個資料在哪裡 我們就給他們 可以來這裡 覺得我們 台中市的 政府 對待新住民 所以你現在 南屯這個 這個 新住民的 藝文中心 你已經 正式啟用 多久了 這是去 我記得是 從去年開始 所以你辦的 多年 西頓區 是今年 才開始辦的 是不是 現在 我們 今年 七個 開始辦了 西頓區 的部分 西頓區 這是什麼 也是去年 差不多12月份 左右 12月份 那這是業務局的業務 還是民政局的 那是 社會局局長 你回答 鄉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 我們台中都 五萬二 街中七成 中國新娘 其他 是我們 鄉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 這個部分 其實社會局 最主要是 負責有關於福利服務 福利服務 這個部分最主要是 他的親子 婆媳問題 就是你們這邊 最主要是補助的 對不對 民政局這邊 就是辦活動的 是不是 那個 西頓區公所 這個是屬於你們的 還是屬於民政局的 這應該是 我也三個 這個單位 民政局 民政局 有關於親子 局長 你請坐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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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跟這個 局長建議一下 我想這個 新二代 現在我自己統計 就是 新生入學 我們 25,000人 裡面 有1,800人 就是新住民 那我想 可能 中國籍 再來就是越南籍 那我想 你們如果真的 有心的話 我也有看到 你們這個報名簡章 你們這個 書法班 一次是 20個人 你看看 這麼多人 一次一次 錄取 20個人 我想要知道說 這個 報名的狀況 是怎麼樣 局長 這個都滿 都有滿嗎 我們從三月 開始 開始 都在辦 名額都滿 對不對 禮拜三 跟禮拜天 對 都滿 如果我們 這班 辦算 你覺得 你覺得 20人的 比勒 這樣有 適當 老師在教 20的人 應該比較好 我的意思是說 未來有可能 增加更多的名額 就是看這個地方 如果地方有夠看 你如果20個拍 有沒有努力的空間 可以 我是希望說 因為我覺得新住民 為了 融入我們的文化 我就應該要 多辦一些 比較活潑的 這個活動 不一定是要寫書法 有人說 你寫毛筆 有可能 越南籍的媽媽 她也不一定會寫 對不對 你也可以來 叫他們包水餃 叫他們 中國的插花 頂頂 我希望說 這是比較 活潑的 不要說 一定就是要寫書法 希望你把這個名額 希望能夠再多給一些人 有機會來參與 你覺得這樣有可能嗎 有可能 好 這個是我的建議 那再來 我要再請問您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未來 我們的台中市 有可能 繼續去外農中心嗎 當然是這樣 外農中心有些原因 就是說 多理 聯合使用 然後土地能夠無償 這是最好的 就是說 我們這個環節 如果有 譬如說土地是無償的 要再來多理 可以聯合使用 這個優先裸作 那如果是 學市長大營的 我們林家龍市長 會繼續跟他幾歲嗎 沒有 看在哪裡 他有合這個標準來說 我們就可以去處理 那如果市長用地 這樣你有辦法克服嗎 陸前來說 就是說 要看他的負荷 他的條件 副市長可以嗎 副市長可以嗎 市長用地 市長用地 對我幾部 很清楚 你說市場用地 用鐵來做外農中心嗎 有可能嗎 不好意思 這我真的要問 很奇怪 過期福市長都說可以 為什麼你們家龍市長都要 來研究辦理一下 這當然 可能是我不好 沒關係 你就是未來一定 可能會繼續去外農中心就是 那什麼人拿過的 無關 英東就是對社會有幫助 不是像都要蘇柏欣議員 是庭公市長 沒有啦 你拿來看 他都停 他這麼多 但是看起來 真的都停 沒有啦 你沒有停 我們說這樣 好你請坐 那個局長 那我這樣子啦 所以外農中心 可以繼續去這樣 這樣 我跟這個規定 我就會處理 好 那我跟你 建議我們和民裡 我們四四十三 這一塊用地 當初是 近年這個 胡市長 他有把我們帶 把我們里面 一兩百人的這個 面前 跟他同意 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這個 地方有需求 所以未來要朝著 規劃 做為這個 可能做聯合活動中心 尤其是我們社會局 也在找親子館 到那個 日多這個拖勞 或是這個拖幼的 所在 所以如果是有這個所在 是不是你們可以 跨局勢去評估一下 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做為 這個不管是 親子館 還是 活動中心 聯合來做使用 不要說現在大家都一直在問 奇怪 這個林佳龍市長一上任 只要是胡市長答應的 現在全部都給他停下來 有可能嗎 這點我替他們說 不會這樣 因為這怎麼 就是對市民府 林佳龍也想不到市民府 蔡局長您請坐 來社會局 那個 局長 您未來對親子館 有沒有要規劃要做 或是 有沒有什麼方向 公議員報告 現在社會局 現在是這樣 我們是要人 要錢要地 我們就是現在 我現在偷地找你 我過去 特長找四年 完全找不到 整個台中市都找過 完全找不到 現在鄉鄉找到這個地方 那我只要 我想要請教您 未來你們規不規劃親子館 鄉議員報告 我們這個部分 全力推動 全力推動 這樣 議員你剛才說的 這點 我們馬上 和蔡局長我們當中 去做這個評估 馬上來 來做一個評估 那個 社會局長可以啦 蔡局長可以嗎 我又去了 你說什麼 我又參不去了 這樣你們就做會這樣 我一定跟那個 蔡局長這樣 大家跟你妹妹 後面又覺得你很可愛 這樣 但是希望說 你對地方也要更關心 我去看過 我去看過 不然這樣 真的是 有時候做越多 被罵越多 也不是個 這個 好的狀況 我已經去看過了 我已經去看過了 你說的就是那個 那個市場旁邊 那個土地 是不是 在那個中情路那裡 是嗎 好啊 不好意思 好謝謝 時間到 接下來請賴朝國賴議員發言 時間15分鐘 主席 張副市長 各局勢首長 還有新聞媒體好朋友 還有一位同仁 大家午安 新人 新政 張副市長 當然 市民 希望說 新的 市政 市政府團隊 可以做 我們台中市的領土洋 可以跟我們台中市 帶領更好 去發展 到現在做出來的 民調 是六都的第五民 是 表演之後不是說很好的 當然 這要有進步的空間 要有進步的空間 希望說我們市政府 還有局勢 可以 比較用心的 替我們台中市 所有市民 好好來幾位 好好來打拚 可以跟我們台中市 帶來 更好的一方面 去發展 當然 我們 副局長 新人 起來 有很多問題 你商量以後 負面的新聞 或是市長 市長 市長 對你的評語 有很多 當然 新人 新的政策 當然 你要 慢慢去 使用 慢慢去解決 我來請問 副局長 你對我們 貪主第七公問 現在要新建 納古塔 你有了解嗎 我有了解 我有那個局長看過 好 你幾四月 我們副局長 開始講過 三個月要簽證 辦理簽證 費用補償 是 四月二六 這裡可以開水面會 當然 那天開水面會 是很多鄉親去參加 因為我本人去 你沒有去 當然 我 比較了解 當天 所有鄉親 翻臨的 事件 因為 你想想 四月 這裡開始講過 到四月底 再來辦 它水面會 這座水面會 本來沒有辦的 是我要求的 這裡去辦的 當然 水面會開了 很多鄉親在這裡翻臨 春兩五月 因為你知道前總 我們的民宿風情 一定要看他 看市 對不對 所以春兩五月 他們在那裡說 春兩五月的時間 我們 有的 看不到今天 找不到時間 還是 他們的大鄉 沒剛好 沒差配合 就沒有 沒差 簽帳補助會 對他們 很不公平 是 所以我 局長 我希望你 可以 如果說真的 沒有在我們的時間 來簽證 以個案 了解 可以讓他們 end 就讓他們 演戲 可不可以 機場請來一下 因為總是有的人 我們有一些民宿 你說 不好意思 主席 就是我們有一些民宿 有看離開的問題 啊 假如說 有的時間 看不離開 我們就來 個案來處理 讓我來講 所以 怕離世社 對這個都很重視 他們有這種民宿 對這個很重視 所以他們都會 叫先來看離開 看好之後 再來簽證 所以 你一定要讓他們 都有時間 那個案 就 允許下 一定要讓他們有時間 讓他們去簽證 好 再來 簽證 簽證 暫放 你找到 我們台東市 十三公斤 十三公斤 對 十三公斤 都在大土山的 臘骨塔 請問局長 那個臘骨塔 大紅四紅都可以放 應該是 我們現在目前來說 應該看 有的是 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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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裡有本社了解 十三公斤 是跟骨灰 只會放骨灰 只會放骨灰 是不是我來上 我們這個 但我來研究 真正骨灰 的部分 是不是另外來出一個地方 來放 不然你只有這個 我放也不行 對啊 因為 好不容易 我們 民政局 有提出 要簽證的地方 對 是很好 不過 本社做得不夠 還不夠有 不夠好 對 因為你找一位 因為 在 第七公斤 要簽證這個地方 是有 攤主 攤主人比較多 有北頓也有風圓 是 你找得比較大 你就像 大家的 神明禮儀館 如果已經蓋好了 成功 的 進度 那 如果已經 遵用了 風圓也有了 這都是你 民政局 可以去 協調 有溝通的 誰不可以 去找幾位 博伯先生 在說 你們幫我找主委 我們來找個地方 做成他們 不方便 因為今天是要配合你 我們市政府 民政局 前葬事宜 我們是不是民政局 我們要去規定 找幾位 要讓他們 多重選擇 因為有的人比較緊 我來放在這裡就好 對不對 不用找個地方 讓他們方便性 可以來配合 我們市政府 的政策 這樣 河路要補的 先不再用一個 先不再找主委 都可以睡 骨灰而已 骨灰而已 骨灰都沒有 所以 那天說明 大家在那 說兩三天前 久了 結果 去開會 沒有一個 有錢做主 沒有一個有錢做主 我來 我來 回去骨灰 辦理 好 還是回去討論 看有什麼比較好的嗎 好 你要去開水明灰 就是要 一次就知道 說清楚 說到 特別 讓我們知道 我們政府的政策是怎樣 要怎麼做 我市民要怎麼配合 不然 不會做成 避免的反彈 好 是不是 我來了解一下 來 盡量變民 像這樣 我問你 不知道 你局長 這件事 這件事 我本來 你做局長 要有担当 我本來是跟他 你是不是 可以開放更多 成功 或是 我們 佩克運動也好 還有我們這邊 第三 第三 公募車 來給他們 來綻放 當然 我問 局長 如果 准說 有担自衛來管理 會比較好管理 這是 這樣的可能 我是說 現在要辯民 是說 來研究看看其他地方 開放讓他們 可以綻放 不是啊 因為 他每一個地方 都有管理 都有區公所的管理 有管理人 是 你們 你們 要 拿 綻放 如果要交保證金 對 如果要交保證金 對 所以我來了解一下之後 我再跟議員 來回答 好嗎 看是不是 大家方便 比較多地方 好 讓他們來 選擇 他們才會配合你們的政策 是 對不對 好 是不是這樣 就有 那個 五千塊這個 齁 這個 清潔會五千塊 就一個行政會兩百塊 都五千兩百塊 齁 這我感覺 教長 是 清潔會 齁 是要請結什麼 這個 我知道五千塊 不好意思 這兩百塊 我就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五千塊要請結什麼 你先說 我們普通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說 他這個 我們沒有簽嘛 齁 有的簽就是說 有的人 求風水的 求他之後 就把自己拚拚拚 整個 站起來 就是 沒有 回覆 蓋上去 我是說 蓋上去 他現在牽起來 蓋上去 蓋上去 或是 我們的刀叉 回田都回到 回田都回到 我看就是 我看就是 這當然 他這是用種 他扣起來之後 這樣 刀叉 這個什麼 三塊 整個 整個 我們五千塊 都給他 你如果說 牽起來之後 你把他 蓋上去 那不然 那有時候 補的 看一蓋一張 其實我們說 有的 在那些工作的人 也有危險 所以我 五千塊的保證金 希望 他前照之後 可以把他回田回去 這樣 我們五千塊就是 給他 所有的東西都 回田回去就好了 對 蓋回去就好了 不用全天 叫人運走 都不用 那你把他回田回去就蓋起來 這樣就好了 我再檢查的時候就蓋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 我請問你 是 那五千塊 那不可以 我們的補償費用 來 靠掉就好了 尊重 有做的 對 我們就叫 補償金給他 是 沒有做的 我們就是靠五千嘛 對不對 清潔費用嘛 事實上就要有八成說 先拿五千二去立 清潔費 就一個行政費用兩百塊 那等 你們如果說 沒問題 我就要去找他一回 五千塊回來 這樣是不是很不便宜 這我才會研究看看 剛才研究 你叫 這個規定 它有它的規定在 我 以我個人來說 當然 這是讓人覺得很不方便 對啊 但是 是不是它有另外的規定 要怎麼做 這個公務機關有一定的 限定在 那我 當然我個人 我跟你講 居長 居長 居長條例 所謂使用 設施使用規會標準表 一定在那裡 一定要收五千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地方制度法是 我們人設的 要收 我們要去修改 是 對吧 你像大英的 生命藝術館 對吧 對 對 他們的 立民和立長命 這樣 他們沒有的規定 對吧 對 對 在那裡放雞塞的 在那裡 生雞倫的沒有 對吧 對他們很不方便 我們現在大英的 去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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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去到那裡 去到那裡 比較沒有像 臘骨塔沒有錯 不過總是 人家都知道那是 臘骨塔 像說 人家要去 臨塔 要什麼 如果有輕輕輕輕輕輕的 如果有做事的 割去 對吧 是不是做成他們 地方的補充 對吧 為什麼不需要 回饋 什麼 我來研究一下 現在跟我們第七項目一樣 我們這支 臘骨塔 你要去 回饋 回饋 回饋在地 對吧 要不才 公平 是不是 這樣 對不對 我剛才沒有 我來研究一下 他在修法 他在法令裡面 我研究 他在法令裡面 沒有 我就沒辦法 找這個 我是不是說 來看他的法令 怎麼寫 我來修法 來來來來 改觀這個事情 你多久 你多久 高雄議員才會支持誰 多久給我等 我最快的速度 回來我就快處理了 好啦 因為你這 像一無多久 對一些比較不了解 是啦 不好意思 給你研究一下 好 好 就跟他講一點 很不公平 躺在我們台中市 在我們台中市 在納粹金 對 他們是大人在牆壁 啊 因為年輕人 鑽到 做產牆壁 賺錢 沒辦法來土地賺錢 對 在土地 鑽過 頂巾 頂巾 想說在這裡買房 住在這裡 負責在我們這裡 最近如果 立我們台中市的 四大人沒有 結果要拿回來 我們台中市 鎮塔 要多三倍錢 要多三倍錢 現在也在收啦 再一次來改變一下 大眾要五倍 對 這很沒道理 因為四大人 鎮塔 就沒位了 小孩都來鎮 鎮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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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情合理 比較人性化 對 頂是我們頂的 頂是我們頂來頂啊 頂到四頂頂 像我們去途中 人家就在吐槽給我們聽 對嗎 是不是這樣 頂要吐槽給你聽的一樣 我如果沒有個案給你處理一下 政公處 不要說個案 通案 對啦 通案 就要收那個款 我們規定出來的地方制度法 就是 一般心 大家都是 遵守這個 所惠標準 地方制度法 所惠辦法 這樣才有公平啊 法令就這樣頂 我這邊的公文另外 一定會要這樣做 要收一下 我們剛才有這個問題 我們聽我拿出來 就修改一下 修改就比較好 對不對 一般化 佩生 大家 更可以接受 不然說起來很不公平 我住在台中 是 六歲金六八九 我們四大人要拿來這裡放五十 五十 要用幾三杯 還是五杯 對他們很不公平啊 這我也處理啦 好嗎 感覺我們台中心對他們很不友善啊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是 所以 共產黨 是 要改了齁 連那古塔連這個齁 對 做一次 我們的知識條例 拿出來 修正一下 修改一下 會得更加 好謝謝 好 謝謝 請何明傑議員發言 時間十五分鐘 感謝我們的主席長議員 我們的副市長 各位主管 各位黨員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現在坐到這裡 大家 這個 精神體力都 壓力很大 雖然我說的事情也很重要 大家 但是 工作做得好 比較要緊 大家的勉勵 回去把它改善 我先來請教 社會局的 我們這個 每一年 針對這個 低收入戶 和總低收入戶 都一個年度總清查 我請教一下 我們的社會局 針對這個年度總清查 是怎麼來進行的 向議員 來做報告 我們現在那個總清查 那個部分 我們的步驟 向議員報告一個數據 幾個數據 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低收都做 15611戶 中低收是 11508戶 我們現在這個 省府的 那個部分 一般來說 減 我們 那個 總共 都差不多 有20%左右 這20% 你不要太緊張 我自己的時間 希望我們做得好 我剛才請教 是說 這個要怎麼進行清查 包括他的條件 他的程序 我們是怎麼進行的 來 鄉議員報告 我們先是 他那個整個層 他先送到我們這邊 的那個 救助科 救助科這邊我們 去做清查後 如果覺得有必要的話 我們就會請我們社工科的同仁 去那邊再做一次 他的整個調查 他的資產調查 來賓會包括他的董善 不董善 還有他的 戶內 工作人口 動產不動產 還有他的收入 對嗎 主委或是這三個條件 對政客 我現在要來 要來講的就是 我們10000三年 有差不多 4600 他本來策略在 中低或是 低收入府 裡面 人家 人家 失去自家 因為總親查的關係 影響差不多 13000人 在今年 總共有2700 因為總親查失去自家 總共有7500人 其實站在政府的角度來說 應該是要給這些人 拚費 為什麼要拚費 因為他們脫離貧窮線 我們是因為社會經濟發展 所以他來脫離貧窮線 我們是要拚費才對 但是為什麼我要拿這個問題 就是說 有的人 不是脫離貧窮線 是因為我們 清查的時候 有一些 條件 我們沒辦法 很明確 看出他的問題 在哪裡 我記得 有的不擁 去有一些老闆說,不然你來簽署的名字,給你三千塊五千塊 去拿去補稅做人頭 有的因為公告限制調整,然後他的不動產超標 但是他的生活條件有比較好嗎?不比較好嘛 到來也是那間房子,賺的也是那些錢 他的生活條件並沒有變好 但是因為總清查,因為公告限制調整 收益來影響到他的條件 有這個子女,但是子女跟他氣養 有的我還覺得幾個月更加高興 有一個女士他跟他的先生離婚 看他的公婆很高興,沒辦法再收留 結果收留起來也要算收入超過 好心,所有累積 所以我覺得每天我們這樣,尤其是一月份的時候 都會遇到很多人來陳情 這是莫名其妙的原因一堆 你覺得這樣不正常要怎麼來解決? 報告議員,我覺得這很不正常 但是很不正常有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我們中庸社會救助法 條件過於嚴苛 所以導致我們現在 所以我們可以來修改嗎? 我們可以來提議嗎? 雖然這是離婚姻的工作 但是我們地方議會還是可以依據現實的狀況 來提案要求內政部來請立法院來修改這些規定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嗎? 沒錯 你再說第二項 另外第二項就是議員剛才所說的 對於整個所謂家戶的認定 包括你嫁出去的女兒 是不是應該要算起來? 這其實我們大家都覺得 你剛才說的家族圈的女兒 還要回溯 算回來後頭的收入 這是很不合理 我記得四年前 在議會我提案過 當然那不是議會的職權 有請內政部來提出修改這些相關規定 但是說這些東西 地方看和地方看不一樣 我覺得這樣 既然跟局長在一起 來回答這兩個問題 代表你對這個也很內行 很了解 我覺得不是我們的工作 沒關係我們憑著良心做事 我們覺得不合理的 你把它列出來 我們議會 我們可以 我可以來提案來討論 然後要求中央 甚至我們有很多立委很關心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請他們來提案來修改 是不是把資料整理出來給我們? 沒問題 這個部分我一定全力配合 每個議員補充一點 國際社會求助的標準 一般都差不多5%至10% 抗比說韓國5% 德國8% 美國10% 但是我們台灣因為我們很嚴苛 才2.86 所以這個部分有得 就是要請我們的大眾科 所以我們的條件過於嚴苛 像我剛才說的 這間房子就不改變 只是公告性的調整 我本來可以 你怎麼變不可以這樣 我不對 所以 其實有很多人 我們以為他要脫離貧窮線 但是我們是要等到申院裡面 本來要求不到 現在是求不到 我不對 所以是不是說 今天這個部分 我知道我們目前 直到這些不合理的 規定要修改之外 我們現在有一個 身負的機制 是 是 身負的機制說他 他整個不改進情 身負是為他的辦法 但是我看到這個身負 這個流程 你不知道現在身負要怎麼身負 如果民眾策略的資格 第一次被我們取消 他要怎麼身負 鄉議員報告 他如果出消 他到時候會到我們救助科這邊 救助科 會再重新審核 如果說有必要的話 就是剛才鄉議員報告 我們會請社工同仁 親自 再去做加訪 他要申請身負 要怎麼申請 要去公所嗎 還是來你們這裡 這個部分我是不是可以請 來 沒關係 我們要口中說沒關係 謝謝議員 針對我們低收入戶 跟中低收入戶的 這個身負的流程的話 民眾如果收到 公所審核的公文以後 他是可以先檢據一些相關的事實 或其他的資料 到公所去申請身負 我重點在這裡要去公所 但是我感覺很困惑的事情就是這樣 我們要出消 一年公文就出消了 人要申請身負 要恢復 就要去公所 我們要知道 這些弱勢的人 確定你先請坐 這些局勢的人 多麼都是知識弱勢 像我說很多人不需要 再來有很多人是身體上不方便 就是身體的困苦 所以這樣會導致自己的家庭困境 人就在困苦就不需要 不知道要怎麼辦 我們一年公文給人 人沒錢好 你也沒錢吃飯 就還要自己坐車 還要簽家 還要去拜託署名隔廟 還要去拜託議員 拜託議員 拜託議員 我覺得我們這樣有點不盡人情 也造成這些人的困惑 所以我尤其我覺得 在後去申請後 當時會過也不知道 時間夠 不知道過一個月兩個月 已經減了很多 生活就要過不了 什麼時候會收到 生父通過的公文 也不知道 我認為我們的社會教 沾對於這個部分 是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 生父的流程 我們要怎麼樣 來讓他能夠更合理 更簡便 就是變成我們公文 給他取消資格 他能不能打一通電話 還是說他能夠一通電話 就可以問到誰 我可以把這個資料 看是要傳真 還是說我用口頭告訴你們 我們的社工就能去打三天 之後這樣 我也覺得 生父的時候 剛才你們說的 一年差不多兩千件來生父 然後大概有五十 大概一千件會通過生父 我認為這個所謂有問題 現在所謂有問題 第一 為什麼兩千件來 每一年都差不多兩千件來生父 所以兩千件難道不會造成 我們社會局同仁的困擾跟壓力嗎 不會造成公所第一線的社工人員 社會科的人 平均一個公所 像太平的公所 直接要收到一百件來生父 所以這不是製作 我們自己的麻煩嗎 而且更加離譜的是 有一千件以上 每一年 我看這三年來 每一年都一千件 今年一千零幾件 生父通過 我感覺是不是 我們自己一開始的總清查 就不確實 社工人員 沒有什麼 那麼多的生父通過 這個條件 這些資料 我們本來都沒有 我們如果沒有資料 要怎麼策略的資格 給它出銷 所以是不是 我們一開始 總清查的時候的條件 就不夠嚴謹 但是我相信 你把這件紀錄清楚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來生父 然後每年有接近五十%人的生父成功 當然我也要感謝生父成功 我們這個動員 確實了解 社工人員 在第一線去了解之後 覺得他真的有必要 所以我們把他造三天 讓他生父通過 但是我覺得 有這麼高的比例 我認為我們是不是 總清查的時候 審查不夠嚴謹 所以請 現在 就是 這個審查嚴謹的部分 來處理 第二 我剛才說的 生父 是不是要避免 讓這些弱勢的民眾 人家已經很痛苦 就是我們要去辦公 人家有資金給你們 副市長 要去洽工 有資金給你們 這些痛苦的朋友 這些事長 要去那裡 就要再穿家 要再靠工錢 還要拜託出民家 不然就不可以去 所以巨長 我們 慈悲一點 把這個生父的流程 我們來把他們造三天 來簡化 這兩者 第三者 這 生父之後 不可以拿到主價 我覺得有很多是 真的脫離平衡線 我們要恭喜他 可是有一些真的是 莫名其妙的原因 我覺得這些邊緣戶 竟然沒有辦法 拿到這個資格 他們算是高風險 所以我們要定期的追蹤 或者轉介 我講這三點 你做得到嗎 報告委員 這三點 我一定盡力來做 真的 其實他會變艱苦人 其實他就是 知識弱勢 然後身體不方便 這個部分 我們就是要 要有警察 對 我強調這三點 第一個 總經察要嚴謹 第二個 身父流程要合理 第三 在邊緣戶 我們要追蹤 三點 在總諮詢之前 把你的改善的方式 順便給我知道 好 可以 我這個部分 我會趕快 請督同仁來提出 請請請.. 我們像這樣存三分多症 這問題很多 我簡單請教一下 現在我們老檢權的變動 聽說5月以後 之後開始要變動 先簡單說明一下 5月1號以後 我們會接 全台中市的 勞動條件檢查的全部 製造業的全部 以及工業區內的全部 所以我們的工作變多,人那會變多嗎? 目前還是41位 都是一樣就對了,這樣做下去? 這個是在原來規劃的範圍內 但是像終結這一塊,我們就直接把它呈喊下來 我相信人沒變多,工作變多,我們會馬上面臨到壓力 但是不是我們會面臨壓力,製造業會面臨到很大的壓力 為什麼會面臨壓力? 我們都因為有勞檢,才可以為勞工的安全,跟他們的權利來把關 但是我覺得,如果不勞檢,我們不知道它的危險因子在哪裡 可是如果不當的勞檢,才是我們最擔心的 什麼叫做不當的勞檢? 去,一人兵來掛勒,就跟你說你這裡不行 那在那裏做黑手工廠的那個老闆,那個幹部 看到公務人員來,只有走到整個屁屁屁 然後,房間還傳言,老檢員出門一定要有缺失回來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看每一次出門都會有收穫 我覺得,如果有給民眾這種觀感 就很不好,屬於是不是這樣,當然我們的主管機關 我相信會去關注啦 但是我覺得,讓民眾有這種 看聽到老檢員要來檢查 現在開始說老檢權來跟我們家 我們要加強檢查的時候,大家就開始想說這個不當勞檢 不知道要變成什麼政行 所以局長,在這裡我覺得我們要檢查別人之前 我們自己要先把老檢員的主計跟他的組織 跟他的考核先做得好 我先請給我們勞檢員的來源 有哪些,他取得什麼資格才可以來當勞檢員 目前勞動檢查分兩大類 一部分是勞動條件的檢查 就是工資、工時、休假 另外一部分就是他的職業安全衛生 那這一部分的話,就是我們在講所謂勞檢人力 在要求就這一塊 那勞動條件檢查,目前中央他是用所謂的聘用人員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半是聘用人員 對,然後他的部分是勞動部 我們有給他什麼訓練嗎? 他來的時候我們會做教育訓練 我們怎麼對他們的考核呢? 考核的話,我們都是按計在做考核 你別說考核是超越多案件回來的 考核越好呢 我們是從他的服務態度 還有他在認識用法上面 我現在會講這個有關勞檢員的考核 我們希望我們的勞檢員出去 是真的可以帶我們的勞工 甚至是帶我們的顧助來解決問題 不是說要出去讓他們覺得政府要做這個問題給我了 所以我在這裡提醒就是 現在5月1號開始 勞檢的這些權責有變動 我們台中市政府要檢查別人之前 先把自己的管考做好 尤其是我們的勞檢員出去 每一天面對是我們所有在 不管是這個工程或是製作業 我記得 如果是我們勞檢員去檢查 要不然發生事情的時候 看他的文件表冊 我相信絕對是看起來沒問題 但是做起來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那時候那個小公司 你看他的文件表冊 大家都有問題 但是真的做起來有問題 不見得 因為那些都是小僱主 他比我們還擔心 所以我們是不是把先... 好,好,謝謝 好,謝謝 我們今天會議會有質詢結束 那明天早上9點半繼續開會 上會 我們今天會議會對